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Linux核心实作课程 那本周是第七周 在我们前面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来谈过Linux的 行程,Linux的执行序 还有说像TestTrack这样一个 非常复杂的结构体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这个 藉由QEMU,还有UserMode Linux 来打造Linux核心的实验环境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因为你在第三周的时候,你其实只接触怎么 开发一个小型的Linux核心模组 但是现在你藉由QEMU跟UserMode Linux 其实呢,你就能建构 就是能够在你的Linux之上 去执行 执行这个 执行Linux核心 然后关键的地方是说你可以改 我想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不是只是执行 你有方式可以执行 但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其实关键是要怎么去修改 最近台北一直下雨真讨厌 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这个 Concurrency Private 这是我们这学期的另外一份教材 然后注意到这份教材呢 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那我们本学期 希望呢 可以针对这份教材可以 做几次更新 现在页数很少,现在你拿到的只有17页 稍后可能会有更多的 页面 更多的这个 更多的篇幅 那 Concurrency 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 但是它又非常的 关键,尤其在 今日的Linux核心 在今日的Linux核心 你可以想象说Linux核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城市 那这个超级大的城市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执行序 然后呢 这些执行序又会有 相互的影响 那 所以就是 我们讲Operating System Kernel 它是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是介于就是就是我们描述说这个 应用程式跟硬体之间的一个 一个一个桥梁 对吧 就是 就像那个在Revolution OS 就是我们在第三周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 一个纪录片叫Revolution OS 对是 那在纪录片里面呢 Linux他就说 没有人是直接使用到Linux核心的 人们呢是使用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 那提供应用程式相关的服务 这个特别的软体 那就叫作为系统 那这是这是很 很高阶的描述 但是事实上呢 你不能只是把Linux核心当作 一个程式 因为事实上它是 有很多不同层面所组成的 你想从硬体的观点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接触到像 CPU的PIPELINE 我们会接触到 接触到 Interrupt 我们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 这个 周边 包括说这个TIMER 然后呢 我们会接触到 Virtual Memory 那这些东西呢就是 都是硬体的机制 然后作为系统呢 要针对这些硬体的机制 提供一个必要的 必要的封装 例如说呢 我们在 上一周 上一周如果你有写测验体的话 所以你有留意测验体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在 在第六周呢 我们就探讨这个 像这个COTIN 对吧 就是说 就是怎么去创造出多工的 假象 这边讲假象是讲illusion 然后我们里面呢 在第二题呢 就提到说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Sig Alarm Sig Alarm 然后这个Sig Alarm呢 你第一次接触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 第一周的 测验体 你会看到这个 Sig Alarm 然后 我们在第一周的 Lab Zero 那个 那个 作业呢 用Sig Alarm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 来 利用作业系统的这个Sig Alarm 然后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时间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就算你在单 执行序的情况下 你可以搭配Sig Alarm 就检测呢 你执行的程式会不会超时 记得我们在之前有讲过这个 这个当年的Alan Turing 他那时候在 建构整个电脑科学的这个 很早期的一些理论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问题叫停机问题 就是说呢 其实如果我们只靠我们自己 是没办法知道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无穷回缺啊 会不会是陷入一个 无法停下来的状况 但是呢 为什么Lab Zero呢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城市 对吧 他其实是单工的城市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知道他自己超时 因为呢 他搭配了作业系统服务 好 那你可以看到Sig Alarm 这样的一个 机制呢 其实呢 就是 作业系统跟应用城市 互动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想就是说 Sig Alarm 他一定有包装了 封装了这个 Primer 或是相关的 硬体 硬体资讯 这样的事 把这个硬体封装起来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说 这个 我们执行多长时间 对不对 比方说我可以设定说我的超时是 不能超过一秒钟 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四个章 设定一个时间间隔 那当然在第六周的话 我们利用这个机制呢 做更多的扩充 对不对 好 就是 就是我们 拿来呢 去实作 rong robin的这个 rong robin的这个排成演算法 好 那不过呢 那不过呢 在这个本周呢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议题 就是这个 concurrency的内部 其实在前几周我们就有提到concurrency 但是就是 零零碎碎的探讨 那我们这次的事 很不同 我们就回 从硬体的观点来看 所以这个 我们在 第七周的讲解 的前半段 我们现在是下半段 我在讲前半段 那前半段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个 从硬体观点去看 那你会发现说呢 从硬体观点去思考这些concurrency 有很多东西是 不得不为之的事情 例如说呢 我们会有cash 然后呢 你以前在cash的话 你通常只是在思考 说像这个locality 对不对 我们在 第一周 第一周的那个 讲那个 Linux核心的list salts 对吧 我们讲list salts 那你可以知道它其实它是一个 much salts的诗作 但是它花很大力气呢 去思考说呢 能不能 提升 排序过程中的这个locality 这是你过去在 在 研究程式 研究Linux核心的程式 你会注意到的一个议题 对因为这个东西刚好就可以衔接你过去在电脑科学的背景知识 但是呢 在从本作开始呢 我们 实际上来看这个硬体 那实际上看硬体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cash呢 它就不是只是讲locality那么单纯 我们要怎么确保说 cash呢 在 每一盒 每一个处理器盒 我们说 percetic core 这些percetic core 它们会有这个 private cache 就是level 1 cache 总是private 那这样 level 1 cache 再做个private 那有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有很多核 那每一个cash level 1 cache 都是 都是private 那我要怎么确保说呢 我读取资料的时候呢 不会读取到旧的 最大的这件事的乍听之下好像 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描述 看起来单纯描述 但是要思考一直是 很 很 很复杂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花好几座时间来跟大家讲这些议题 好 然后 然后 我们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有一个 导读 导读就是导读这一份 因为这一份我们还在 还在写 写很多东西 然后注意到呢 就是 你以前呢 学这个 学作业系统 尤其是恐龙书的话呢 有一章来讲什么呢 就讲那个synchronization 然后你会觉得 学synchronization的时候已经头昏眼仗了 对吧 但是对不起 真正的讲那个 concurrency呢 其实包含很多层面 呃 我们晚一点还是会看那个典型的你在mutex跟semophone 但是我们这边来讲从硬帖管理来看 也就是我们 我们从 很低阶的管理来看 然后那逐步看比较高阶的 那我们一起在第八周呢 会来做更多的案例探讨 本周我们就会探讨案例 但是我们在下周会有更多的案例探讨 然后这些案例探讨会搭配一些 测验体 那就 让你可以检验自己的认知 好 好 那首先呢 来留意到这个这个部分 就是说 呃 我们在讲的concurrency之前 我们其实需要对这个atomic atomic操作有更多的认知 好 然后 呃 就是 就是 我们讲这个atomic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呃 Semiphone跟Mutex 好 好 然后注意到 呃 请你原谅我这个为什么跳来跳去啊 因为我们 呃 有很多 材料是相互参照的 对对对对 就是 就是 我之所以想写出就是想要 把过去 因为我们讲课的时候 作为 我讲课的时候常常会那个 跳一跳去 好 因为 对 因为很多材料都破碎了 concurrency很重要 但是它的材料很破碎 好 另外的核心很重要 但是它很多材料是破碎 好 然后编译器很重要 呃 但是 现代编译器的资料很破碎 好 反正就是说 你会发现很多 很多系统软体的议题的都有类似的状况 它很重要 但是等你真正认真研究的时候 发现很多材料是破碎的 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让同学们去写这个共笔 好 因为其实 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同学们的力量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让教材变得更好 好 那回来看这个东西 就是 我们讲Semophone跟mutex呢 我们把它叫做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好 这两次啊 就是说 这个 Semophone跟mutex 好 那我们把它叫做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然后呢 跟它相对的 我们称为叫做 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注意到这个东西 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好 那这个 这个你先有点概念 那我们在 呃 其实我们前面呢 有提到对吧 我们提到什么 我们提到那个lux跟lux free 好 那我们 我们讲这个词 然后这个 我们在第八周会来更 更细的来探讨 好 然后要注意到就是说呢 呃 因为呢 你过去在学Semophone跟mutex的时候呢 你脑袋里面可能都是 呃 就是 就是 就会 就思考的东西都是说 Mutual Exclusion 但是注意到 Mutual Exclusion呢 仅仅只是concurrency 其中一个 一种手段 那往往呢 我们不能 仰赖Semophone跟mutex 为什么不能全面地仰赖Semophone跟mutex呢 有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只有一台电脑在执行 我们会有很多执行序 这些执行序呢 有可能会执行在不同的CPU盒上面 也就是说 你对外看起来是一个 一台电脑 对吧 你对外看起来就是一台 笔记型电脑 一台伺服器 一台 呃 运算装置 但是实际上呢 你不知道它内部的主台 它主台呢 在今日的电脑 就很多都是多核的 而且这多核呢 还会看到不同的层次 我们在之前讲那个schedule的时候 有讲到NUMA 对吧 NUMA的话就是说呢 它是多个S&P的组合 那这里面呢 有非常多核 而且这个 每一个出一核之间呢 它的这个topage 就是核跟核之间的这个interconnect 其实这是有很大的学问 那我们在更早之前 有跟大家介绍 我们最近的发表一篇 即将在OSDI刊载的 就是我们 我们的 就是来自中日大学 跟成功大学的团队 那即将在今年的OSDI 发表我们的成果 那这其实就是 跟NUMA有关 那这中间非常的 我以前不知道用什么词 复杂还是不足以形容的 然后但是呢 也因为呢 这个东西难 所以我们要教 所以这就是 简单的东西我们不教的吧 因为你自己学就会 所以我们在课堂上讲 就是讲难的 或是讲那个 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细节 好 然后注意到呢 就是与Mutex跟Servinfo相对的东西呢 我们称为叫 Non-Blocking Signization 然后这个 这个机制呢 对于Linux核心来讲 非常之重要 然后这个东西呢 直接决定了Linux的这个Scapacity 决定了Linux在多核处理器上面的效率 然后我们为什么不先解释 Non-Blocking Signization呢 那你看我绕了一下对不对 我们先讲那个Blocking Signization 就是它的那个典型 就是Servinfo跟Mutex 那为什么不直接解释呢 因为呢 它涉及到一个很关键问题 叫Atomic Operation 然后所以 你可以先知道这个结论 然后那么接下来终于 终于要来探讨了 那么在前半段呢 有来讲这个Atomic 对不对 讲就是一气呵成 就是要不全部成功 要不全部失败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不把这个Atomic Operation 翻译成原子操作 因为在汉语里面的原子 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对不对 你在这个汉语里面讲那个原子 对不对 你会讲到什么 你会讲原子核 对不对 你会想到原子能 原子弹 对不对 然后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原子笔 对不对 原子笔 但是你不会想到 想到这个 不可切割的最小单元 然后你不会用这个 你就是汉语 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这边 就是请你 不要把Atomic Operation 翻译成原子操作 因为这个是 就基本上这个东西在 就严不及益 就是这个会造成误解 我们 我们 为什么要那么在意 词汇的运用呢 就是希望可以降低 沟通的成本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在这边再讲话呢 就是我们就讲到 这个仪器合成的现象 好 然后 那注意到呢 在过往呢 在单核的时候 这个Single Core的时候 那个年代呢 整件事很单纯 就是 我们只要能够呢 关闭这个 Global Interrupt 那就是说 你看哦 你在一个单核的状况下 不管你有没有执行作业系统 在单核的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单核的状况下 如果已经执行了程式 然后你看哦 我这个程式执行到一半 我们要看一下 举例来说 哎呀 感冒一样 好 那就是说 我今天执行一个任务 对吧 然后你想啊 这个任务是要执行 对吧 然后执行 执行 执行 一道指定 接着一道指定去执行 对吧 然后这是原本的执行邮程 好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什么状况会让你的这个程式执行呢 没办法移到指定 接着一道指定执行 好 在单核的年代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interrupt 好 然后所以在以前来讲话呢 在以前你要怎么确保呢 这个程式行为呢 可以做到上面讲的仪器合成 只要呢 去关闭interrupt 那在S86的指定呢 它就是COI跟STI 这样子 这两道指定 就是可以 你在S86架构呢 你就可以 用这个 Clear Interrupt Flag 还有Set Interrupt Flag 就用这两道指定 可以呢 去设定这个 中段的发生 与否 那从而呢 你可以 借由抑制 中段 做到 Atomic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在什么呢 这是在 单核的状况下 好 Single Core 中段下 但是呢 但是显然我们今天绝对不是探讨这件事吧 好 那我们在今天来讲话呢 我们就探讨是在多核 那多核的这件事呢 这个是一个很 很关键问题 就是 显然呢 因为我现在很多核 所以如果说你只是关闭其中一核的中断 这只不足以确保它的达到上面一气二层 然后所以事实上呢 这件事呢 它的难度很高 往往呢 考虑到效率 现在电脑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指令 这就是你听过的这个Atomic Instruction 好 那这个Atomic Instruction的话呢 就是 就是我们会大量的运用Atomic Instruction 而且这些 这些 词作呢 会反映在Mutex Lock 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资料结构上 包括说 像我们之前上课有讲过的这个 红黑树这种 就是我们会运用在这上面 然后要注意到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门课呢 不太会讲到什么新的资料结构 对吧 好 就是说 你看我们第一周讲到这个 Link List 然后第二周讲到的这个Hatch Table 然后后面第三周 第四周讲到这个红黑树 那这些东西的数字呢 你过去都学过 但是呢 你没有花心思在它的试作 然后甚至不会去思考说 到底是这些东西 怎么运用在现代电脑上 那但是你的核心呢 对这些是很 很重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看了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那个 RMW 这个RMW 我们之前有提过对不对 RMW是什么都简称呢 Read Modified Write 然后就很多操作呢 它就非常非常之无聊 对吧 就是像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 我们就写一段程式吧 对不对 好 比方说像这样 就说呢 我今天如果有个变数X 然后我们今天有个变数X呢 然后我今天呢 如果去做这样一个叙述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在系源是一个Statement 然后那这个呢 一般来说呢 在编译器呢 会把它转换成什么呢 会把它转换成对应的这个DataMove的指令 那这个DataMove指令呢 一般来说它就是像S86它就是NOV 当然要看它的宽度啦 它可能是NOVL 或是其他宽度 然后 那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东西呢 它听起来很单纯的吧 就是一个DataMove 但是呢 以多核处理器来讲话呢 这件事呢 不单纯 因为我们在前半段的 有讲过这个Memory Order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扩充一下的话 我们把它扩充什么 假设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变数叫Y 然后我今天要把这个东西这样子 假设Y的有初始值叫1 然后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呢 在这边 这边就是用到RMW 要先读取 读取什么 读取Y的值 对吧 然后呢 我要去变个X的值 然后呢 你看到你可能会搞不清楚那个Modify跟Right 注意到我们呢 变更X的值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是变更就是Modify 但是最终呢 因为变更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件事呢 是在Cash里面发生的 然后那所以呢 最终呢 Right是要确保什么 要确保主记忆体的结果 然后你说放在Cash 跟放在主记忆体会不会一样 这问题非常好啊 就是有时候会一样有时候不一样 听起来这样废话 但是这件事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习的议题 好 然后呢 Otami刷取呢 在如果你认真看的话啊 就是你看一些教材 或者看一些规格书呢 你会看到它有大量的描述 但是要做到RMW的话呢 原本就分这两种方式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我们在那个Concurrency Primate 也有提到 因为我之所以想要提供这个Concurrency Primate 这样的一个材料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希望你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材料 就是因为网上很多材料很糟糕啊 那当然不是说我们这边这个材料是很好的啊 不是啊 不要误会了啊 就网上很多材料很糟糕 其实不是作者的错啊 而是说因为很多材料是没有更新 或者说有些材料它是呃 就是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运作啊 那但是很多经典的材料已经不跟 就是作者都不知道不知所中啊 所以呢 导致我们只好来维护这份材料啊 好 然后 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你要思考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RMW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操作啊 就是它反映到的行为 就像刚才展现给大家看的啊 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叙述就会有RMW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换个方式来说 它就是无所不在啊 但是呢 呃 你开始发现说 如果我真的要去 确保多核要成 程式行为要正确 这个难度是很高的 对 没错它很高 好 然后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好 就是说这个 呃 我们就需要怎么去 合理的去使用这些 好 好 然后 然后在CS系列呢 它的全名叫做compare and swap 然后 呃 它的用法是这样啊 就是说呢 它会 就像字面上的意思啊 它会做比较啊 然后它会做交换 但是呢 注意到一件事啊 就是要一气合成 也就是说它是不允许 中间状态的存在啊 注意到啊 这要不全部成功 要不全部失败啊 好 好 然后你看一件事啊 就是说呢 我们讲这个compare and swap 好 也就是说我做比较跟做交换 好 必须要一次完成啊 然后呢 呃 如果不能一次完成的话 就就失败啊 然后 那如果也可以一次完成的话呢 就是这件事就会 整个做完啊 听起来像废话 但是呢 真正关键的地方是呢 我如果要实做 呃 mutate slack 好 其实我们就会用得到 这compare and swap的指令啊 好 然后 在这个 呃 在这个行为上呢 你可以看啊 在这个 S86有一个叫 Compare and exchange 这个这个 它的指令名称叫CMP SCHG 好 注意到在S86 或是说在Linux核心里面呢 那惯例就是把Echange 把它简称叫XCHG 好 注意到下次看到X 不要念X啊 很多台湾工程师遇到RXTX 就念RXTX 拜托千万不要这样念啊 那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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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助于沟通啊 然后这个 好 注意到哈 这边是compare and exchange 有这样的指令 好 然后注意到呢 呃 这个是刚才提到 啊 啊 那个 S86 但是呢 如果是讲on的话呢 它会有另外一个风格 叫LSC 好 那这个 这个风格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 使用成对的指令 好 好 然后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 我们给大家的教材 这个 就是 我们如果使用这个LSC的话 呃 它的 它的做法是哈 它就是会有 这样的一个移对啊 叫做 Load Link 啊 Store Conditional 就是它 它必须要成对的 好 那这边呢 是on的指令 最大 Concurrency Primer 我们提供的指令呢 是目前是以on为主 好 那我们之后还会加上那个 呃 加上RiskFi 还有那个 S86 嗯 我现在 我现在在解决一些排版问题 就是内容器我写了 但是我最近遇到一个 很讨厌的一些很讨厌的问题 是排版啊 如果说你对那个Latec 好 很有心得很有兴趣啊 那也欢迎跟我联络啊 因为 我这里弄的排版事情 很苦恼 好 然后你看哦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呃 你看这个啊 这个叫Rex 然后这边有个 嗯 而且不是Rex EX 就是 跟这边有个EX 这边有个EX 注意到这就是成对 这边呢 就我们称为叫LL 好 那这边呢就是 SC 然后 LDR是什么的 简称呢 它是 load from address 就是从特定的地址 去载入 载入数值 好 然后呢 Store呢 就是反过来操作 所以注意到 这边是 读取 这边是 写入 好 然后呢 呃 后面加EX呢 表示exclusive exclusive 就是什么呢 就是讲说呢 有你就没有我 有我就没有你 然后就是叫exclusive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边呢 LDRX跟SDRS呢 就是 这个 LLSC 风格的展现 也就是说呢 在 X86 风格的 它会有這個 compare and exchange的 这样一个操作 但是呢 在ARM 或是类似的 Risk Risk 特征的 这个 就是 Risk 风格的指令集的话 它会倾向是用 LLSC 也就是说呢 它把这个 load 跟Store 有一个特别的load 跟Store 像这边就是 exclusive的load 跟exclusive的Store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风格搭配 搭配去 运用的 好 那你说 这样的方式呢 它的优劣点是什么呢 注意到 这个不好回答 但是可以简单说呢 这个 这其实涉及到 Microarch的设计 然后 这个问题呢 也在 Risk-Fi的 技术社群 有很大的回响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呢 有两个主要风格 一个叫做 提供CS 或是有提供 compare and exchange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特别的指令 那另外一个是像ARM 它们有提供 LLSC的风格 然后 有意思的地方 这两个方向呢 其实在Risk-Fi的 技术社群 其实都有讨论过 好 然后 我们来看这个LLSC 那这个就是 像刚才提到 其实它会有搭配 exclusive exclusive的状态 好 那所以呢 我在读取的时候呢 先去标示 标示什么 标示进入exclusive的状态 然后呢 写入的时候呢 去清除 那这样的好处啊 就是在这个 Microarch的设计也好 它 因为确保说每一个 每一个指令它的周期数 然后呢 要注意到就是说呢 在 Automic instruction以外的指令 就是你平常 平常学的好 平常接触的这些指令 就算你没有认真去学过组合员 但你没有担心 但是呢 就是在一般的指令呢 其实 cycle count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好 例如说呢 有一个 很有名的网站 它可以让你去查询 那个 cpu instruction的latency 这是脑爪 然后就打这关键字就可以 就有一个网站 就是 这个网站 就是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怎么念 就是那个 反正就是这个fog 那fog这个网站呢 它就提供了很 很 很 很详尽的这个 表格 那你可以去查阅说呢 同样是 S86家族的 Intel MB 还有 VIA 这些什么 这些不同的 晶片工艺商 然后你可以去查阅说呢 他们执行特定的指令 要花多少 多少 cycle 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这个比较大成本 比方说DIV DIV呢 一般来说它是什么的简称呢 就是做这个 出法 对 出法操作 那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我们就可以去查阅 就查阅说这个 像这种出法 出法指令呢 它需要什么 需要 多少个cycle 好 那就可以去查阅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其实这个cycle count 不低的 你看到 在这边 像这个MD的K7 K7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如果说我们今天做 像这个 堆底操作 对不对 像这个Push 还有这个Pub 那你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这个指令数量不多吧 就是可能有一个cycle 两个cycle 然后这也可以体现到这个Sysc风格的问题 Sysc风格就是说呢 指令是一样的名称 但是呢 后面的用法不同 会导致它的cycle count会不同 然后呢 像这个乘法 那乘法也是很麻烦的 就是呢 这个乘法呢 乍看之下 都是两个三个cycle 两个cycle 三个cycle 乍看还好 然后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说像除法 诶 除法出完冲到什么 32个 那在后续的 后续的版本呢 可能会有一些改进 就是它可能会有 更少的周期数 但是这个还是很多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第四周的测验体 对吧 第四周测验体应该有印象 就是说 我们希望呢 把除法改成乘法 因为就是说 在 大部分的CPU呢 其实做除法的指令都是长的 好 那 那我们刚才 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一页呢 看神奇的事情发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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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这个 这个周期数呢 这个它的latency 其实呢 乍看是很低的 对吧 你说三个cycle 看起来还好 对吧 但是 如果说呢 我们今天要确保 它是能够达到atomic 最大 如果呢 目标的是这个 就是atomic compare exchange呢 这件事呢 它真正的cycle数量呢 是很难讲的 因为这件事是取决于 你的atomic操作 是否完成 就是说呢 它单次操作可以很低的成本 最大 因为它就是 要不全部完成 要不全部失败 它没有中间状态 所以这个指定呢 它本身的周期数不多的 但是呢 因为 它没有操作就是说 它不允许中间状态 所以你看哦 如果今天目标是 是lock 我们要实作一个mutex lock 那 这样我们来讲话呢 我们mutex lock 当然是 我们要能够去尝试去持有 这边讲持有是那个 acquire的意思 那我们强势要去持有这个lock 那所以我们其实呢 在实作mutex的时候 我要搭配什么 我要搭配回圈 对吧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automine刷群它是什么 它是全部有 或者全部没有 然后但是呢 我去lock 我当然是这样 我就要 就是 去 让我抢到 让我能够持有那个lock 为止 所以通常这些东西 会搭配这个回圈 那所以真正的花时间就是 automine刷群加上回圈 这样的一个组合 它是 它这个耗费时间是很惊人的 我们之前有跟他讲 就是有可能会用到 几百个那种 谁肯这种状况都是有可能的 好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compare and exchange的 这个风格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在这个上面提到的 这个什么 LLSC 然后这两个风格都有 然后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说呢 在C11 就是C++11 或是说 C++11 或是C11 就是 就是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 C++的语言规格 在2011年 推出一个 推出其中一个规格 然后 那注意到 C++跟C语言 其实已经是 形同末路了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城市语言 注意到 就是很多论坛 会把C跟C++ 就是列在同一个讨论区 但是注意到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城市语言 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虽然这两者呢 是不同的城市语言 可是呢 C11 就是2011年的 C C元标准 其实有跟 C++借进 所以 这个 Otomic就是有借进 就是最早 是C++的那个 技术规格的一部分 那后来 C元借进的这部分 那就变成C Otomic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呃 就 你们就会看到说呢 在C11呢 就会有这个 呃 像这种 Compain and Exchange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呃 名字比较长的 比较长的韩式 那最后这种韩式呢 会有这个 呃 编译器啦 会有这个 呃 编译器所属的那种 呃 韩式库 或是说相关的这个 标头档 去去提供 然后 那通常呢 编译器会把 这一个 呃 这些 呃 Atomic的使用 就是不管它是 呃 Inline Function 或是说它是 呃 用某一种Bewing Function的形式来存在 但是最终都会把它 尝试把它转换成 对应的CPU架构的那个 指令 好 所以先注意到这件事 好 然后 呃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虽然我们说这个 至少有两种分类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哦 像韩的话呢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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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设计的时候呢 是用LSC的风格 但是呢 在韩V8 8.1 那注意到 韩V8是一个很 很 就是一个 发展超过十年的一个 标 指令级的标准 然后呢 这个它是有四代的 比方说呢 这个 一开始推出来 在2011年推出的时候 叫什么 叫 叫 授权 在这之上去扩充 那像这种案例呢 那 Apple也是这样子 这样子做 它就是跟韩呢 去取得授权 然后呢 再自己加一些自己的指令 所以你看 像Apple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 AMX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 很有意思啊 这个东西的存在是什么呢 就是 Apple M1 在2020年 它是其实是 吸引到 很多开发者的目光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Apple 在2020年的时候 宣布 他们的处理器呢 是自己设计的 AMX的处理器 然后 同时呢 他们也宣告说呢 他们会逐步呢 用自己的 Apple Silicon取代 原本使用Intel处理器 那这个 这个对 Intel的伤害很大 一直到今天 你看2020 2020年宣布的 到现在 就将近三年的时间 其实呢 这个Intel呢 受了很大一大影响 然后呢 但是 尽管 Apple M1的设计 来自于 On的直径机 但是呢 它有加入自己的东西 像这个 Apple的东西叫AMX 这个 我还是快速看拿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酷 因为这个东西呢 可以拿来 注意到它其实没有文件 就是没有标准 没有正式的文件 这个东西最主要的目的呢 它可以来加速一些 加速一些 这个 这个 向量预算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呢 其实 On它本来就有Nian Nian这样的一个指定机 但是呢 考虑到一些 Machine Learning 考虑到这种 人工智慧的应用 其实Apple呢 在他们自己的M1 或者M2晶片 其实就加上 AMX这个指定机 那尽管这个东西是没有公开的 然后 但是有很多人去尝试去体解 就是从这个Apple自己的专利 然后他们就开始去探究 那这个东西可以去加速这个区寸领算 然后 这个东西呢 就是 这就是Apple M1晶片很特别的地方 它有自己On的设计 它有 来自On的授权 这个指定再加上自己的 自己的指定 还有自己一些独到的地方 那 那今年的 预计呢 Apple又会发布新的 应该是 不是应该是 可能是M3这样的一个系列 但是不管怎样 你可以知道 它其实有很多这种 不同的 考虑因素在这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 在学习处理系统的时候 一定要看 了解这些处理器 因为 这东西都相辅相成的 以前的处理器就是 它可能会提供很多不同的指令 提供不同的功能 那现在来讲话 就是 有很多操作就相辅相成 Otomic就是很经典 Otomic的存在 那现在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 正确的去 正确的什么 正确的去 处理这个 并行的运算 对吧 所以这个Otomic的存在 是为了并行 但是这个并行呢 有可能会长不同的 考虑因素 所以 所以硬体指定的 它可能就会增加 所以像那个 Aunt V8 那Aunt V8 8.1的时候呢 8.1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考虑数 就是Aunt 要全面推动它的Aunt Server Aunt这家公司 对于Aunt Server 是有很大的执念 所以就是基本上 它有很多东西 就是 以前Aunt 对大家印象就是 用在消费性的产品 手机电视这种消费性的产品 但是Aunt V8 尤其是8.1以后呢 其实它就有很多 正确SERVER的使用 然后加入CS指定 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原本的应用程式 可以有机会怎样 用更低的成本 去搬迁到Aunt的架构上 而且呢 因为它是重新设计的东西 所以就其实呢 它有机会去 如果可以散应的话 有机会去提升特定的 的那个同步的表现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8点10分 休息休息 好 继续啊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主要这个两种这个 CPU提供 Atomic RMW 指令 那注意到呢 但是其他的也有 就是这个像过去大家在 恐龙书看到的这个 Test and Set 还有这个Fetch and Add 好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都有不同的 这个考虑数 好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 详细看这个 就是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 在 现代的很多应用 会偏向说是CS 而不是TS 这 维基百科有相关的描述 然后 注意到就是说呢 以UN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会有不同的世代 例如说呢 早期呢 像UNV5 UNV5的这个架构听起来好像很旧 对不对 UNV5 但是不要小看这东西 UNV5的这个出货量很惊人 就是我不能讲 讲出明确的数字 不过它的授权金呢 是 我们称为叫死猪架 就是在业界我们都讲死猪架 因为这个授权金呢 因为年代很久远 UNV5 UNV5什么时候出来 它是很古老的东西 我们看看 那我现在有多古老呢 就是 就比较上个世纪的东西 但是它很成功 跟这个底下有一个说明 UNV5 UNV5 然后注意了 这个跟台湾人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是 它 它是很成功的这个UNV5处理器 然后 那 就是在20年前 有很多这种像这些 消费店产品用这个 那我们台湾的有很多这种 做晶片公司啦 或是做那种IP camera 这种好监控的 然后这里面有大量使用到UNV5 然后注意到UNV5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 就有什么呢 就有 Automic 指定的 的资源 但是它的存在很神奇 叫做swap 之外 这个指定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可以让两个 两个word 是swap 然后呢 这件事呢 在处理器本身 确保它是Automic 所以早期呢 如果我们在UN的处理器上 要去实作 这个Mutex 就可以用这个swap 因为本身的操作是Automic 那但是为什么后来呢 UN就改用这个LLSC 有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呢 就是因为在多核处理器 那这边有一篇 这篇有一篇说明 请你去看它 去了解说 在多核处理器上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好 然后呢 我们前面有讲过 就说呢 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 对不对 讲到这个 Exchange 对吧 Compare Exchange 大家照看这个 Compare TMP STHG 最大要不要再念 遇到X就要不要念X了 你就念X 跟S还是有差别的 很多人之所以念X是因为 它分不出X跟S 这是分得出来的 好 那注意到 就说像这边来讲话呢 你看它的分类很好玩 它分类叫做Synchronization 拿那么大一点 你看喔 实际在用的时候呢 这件事会很神奇 来来来看 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神奇的地方是 你看喔 这道指念名称叫做Compare and Exchange 但是它前面还有个Lock 有没有看到 一个Lock 然后呢 神奇的地方出现了 有Lock跟没有Lock 然后呢 你看到后面的数字 一个是15 一个是51 对不对 这个显然有非常大的差异 然后在底下呢 还有什么 它的不同用法 你看喔 这边的话有Compare and Exchange 然后下面加了Lock 那基本上加了Lock的东西都会 成本都不低的 然后呢 再来是呢 如果你的范围更大 比方说你是用在SyncD 这个N128的话就是 你反正看到 64以上的 不管是128啦 256啦 512 它都是SyncD 就是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然后呢 是针对SyncD的Lock 那就更夸张了 到94 然后这个 就反映到什么事情 就反映到成本 所以这样 这东西都有成本 我们为什么要从第一阶开始讲呢 因为呢 你必须要知道硬体本身 它的一个设计 还有它的一些限制 好 然后Compare and Exchange 呢 关键的地方是呢 它关键不是只是Exchange 而是我做 我做比较 还有做修改 是仪器合成 所以就这样啊 就是呢 它们先去看里面的值 你给定的那个地址 所以 CX呢 其实它的输入是什么 输入是地址 那长次去做修改 然后呢 最后 写入之间 写入的时候呢 要确保什么 这个操作是Otomic 如果这件事成功 那我们就继续 那不成功的话 就这样 就是 就是整个打掉 就回到原本的状态 不会有 不会有中间的 那这件事很重要 我们可以用这个 比方说呢 我今天要去确保一个操作 比方说呢 我今天要做这个 你看喔 像这个来讲的话 我就要去计算 计算 比方说一个矩正 矩正计算的操作 那你看喔 我今天要做矩正的乘法 矩正的加法 然后 这些操作本身呢 如果我们不需要 中间被打断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CS 所以最重要 CS运用的时候呢 通常都要加配 搭配这个回圈 因为它是要不就整个成功 要不整个失败 它没有中间状态 所以我们就继续尝试 好 那你看喔 这边在讲话呢 我就先做 那先做之后呢 做完之后呢 看这个很有趣 就是我去比较 如果我想写的值跟最终呢 你看看这个东西啊 我想写的值跟我 我想写的值跟最终 我读出来的值是一样的话 表示我写入成功了 否则就是我想要写 但是最终呢 最终记忆体内容呢 其实不是我要的 那这一次怎么样 这就是真的打掉了 然后你看喔 所以这个回圈陈列条件是吧 就是 它离开条件 这个回圈离开条件就是 我期望写的内容 跟我看到的内容 其实是 是一样的话 表示这次写入成功 否则呢 就是表示什么 这上面这个操作不完 没有完成 所以就这样 这就是CS的风格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看那个 刚才提到这个 LSC LSC的话呢 就是什么 它在load的时候呢 去设计什么 exclusive的状态 那在store的时候呢 去解除exclusive的状态 所以它是 它是一个范围 那你 那你可不可以觉得说 这样乍看 好像这个东西比较优雅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讲这个 这个东西呢 嗯 嗯 的设计呢 是把这个load跟store 拆开来 那这个这个有一个考虑也是 它的那个 嗯 跟指令编码有关 因为在on的指令编码是希望的吧 希望是一个固定长度的编码 对吧 那但是s86系列就比较浪漫 就是 虽然现代的intel 现代的amd的处理器 现在的这个高速的这些处理器呢 其实内部都是一个 高速的risk-fi 我不要讲 抱歉 不是risk-fi 讲课这个 很容易不想把fi 讲出来 好 anyway就是说呢 呃 现代的那个md跟intel的处理器呢 其他的 它外面看起来像sisk风格的直径机 但是内部呢 其实都是risk 呃 是呢 可是呢 可是你看看喔 你看这个东西啊 这边东西在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说呢 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操作 假设compare and exchange 然后 这边的操作来讲话呢 你看喔 这件事呢 这件事就是说 因为在 呃 在硬体的指令啊 就是 会有atomic mw 但是 基本上呢 不会提供这个atomic multiply 这样的一个指令 为什么呢 因为不需要啊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用指令的组合 所以这也是指令集设计者的一个巧思 然后呢 你看喔 然后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说呢 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去 把刚才逻辑 对吧 我就把这个逻辑 搬过来啊 然后但是呢 在cs的话呢 这件事呢 可以很容易的啊 也就是说cs来讲的话 就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说 呃 用cs的指令 在这个s86上面就是什么 s86上面就是 这个啊 就是有lock的版面 就这个啊 这是在s86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呢 如果我们今天是在on的指令的话呢 这件事有点麻烦的地方是呢 因为这件事 呃在on的指令呢 其实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有成对的load跟store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load store的 会决定了它的这个有效范围 所以这边来讲话 就跟你讲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呢 呃 我们在 如果要用 LSC风格的这个 呃 风格的 Atomic RMW的话 那 呃 变成说呢 其实你要修改的 部分呢 其实会比较多 因为你的相关load的操作也要改 那这边在跟你讲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呢 像这个Compare Exchange Compare Exchange 这个 这个 这个Atomic 那其实也是要看它的Main Order 那我们这边讲过呢 Main Order如果是Vic 表示呢 表示你允许编器 允许CPU 做什么 做一定限度的 就是它 不可能无限度的 一定限度的调整 让人谈性 这就是你高中的时候考试嘛 对不对 你高中呢 每个老师都说这本课很重要 对不对 地理老师说地理很重要 历史老师说地理很重要 体育老师说 拜托我的课也不准混 对吧 每个老师都说重要 但是你心中有一把尺 对吧 你心中有一把尺 对吧 就很凉嘛 对不对 你有些就是说这个屁啦 这个体育哪里重要 美术哪里重要 对不对 屁啦我才不管 然后你看 就是你心中就有一把尺 然后你会自己去调整 所以我们讲那个 Week Memory Model 其实就是要讲这一事 就是你让编器还有CPU 可以依据你心中的那一把尺 依据他们自己有一套 选择策略去调整 但是这件事会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指定会重牌 因为这懂事啊 指定会重牌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用LSC的话 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很确定说 我们的order 然后反过来说 如果我今天用的是这个S86 尤其是早期S86像386电脑这种 那这个它的Company Exchange 它的Memory Order 是Strong Veity Strong 386的话是Veity Strong 然后如果是现代的那个MD 跟Intel的处理器的话 它是 它是 它是叫Strong 那所以呢 跟Un比起来 它就会比较Strong 也就是说 就是基本上那个指定重牌的 的机会呢 会比较低 然后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呢 这段程式码呢 我们如果要确保它正确的话呢 其实呢 我们要挑选 正确的 正确的Memory Order 否则呢 它不能 就是在那些 在什么 在像Un这样架构可能会不对 所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它就 就我们要提醒你说 你要呢 记得呢像这种 就是如果你要在Un的架构呢 要明确它可以运作的话呢 你要指定一个Strong 但是这个过程中你也发现 C11的Atomic是一个问题 就是它看起来好像很强大 它看起来提供了很多 很多那种 对应到Atomic Instruction 对吧 就是你不用去想说 底层的Atomic Instruction怎么写 那C11提供这些 这些Building Function 提供这些 韩式形态的这个什么的界面 但是问题是呢 你还是要knowhow 对吧 你还是要knowhow说 你考虑到是 今天的执行是 X86架构还是Un的架构 其实你自己还是要 还是要去衡量 那我们下周还会再讲额外的例子 但这边来讲的话呢 请你有概念 好 然后呢这边来讲 我们在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可能有印象 在作业系统的课程 其实有跟你介绍 很多不同的Signification 对吧 然后也介绍一些演算法 比方说Dekker's Algorithm 还有Patterson Algorithm 那Dekker's Algorithm 是在1960一代 然后Patterson Algorithm 是在1980一代 那这两者都是来实作 Mutual Exclusion 那其中呢 Dekker's Algorithm 它是什么 它是 Compute Science史上的第一个 被认定是正确的 Mutual Exclusion的解法 那你说 有这个Dekker's Algorithm 你看1960一代就有Dekker's Algorithm 但是呢通常你在教科书看到的是 会讲Patterson的 Algorithm 就是1980一代 那从1960到1980 其实这个产业的变化很多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Dekker's Algorithm 你到底哪里错了 注意到它有一个很 先讲一下优点 这个优点呢 是Dekker's Track 对不对? 你们看Dekker's Track挂保证 就这一位 反正你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它的身影 然后呢 Dekker's Algorithm 顾名实际就是Dekker's 而且那时候荷兰 荷兰籍的数学家 对整个Compute Size有很大的贡献 好 然后那个就是Dekker's Track挂保证的Dekker's Algorithm 然后呢 但是呢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的话呢 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我来看看它的问题在哪 order 大概这个 就是说呢 在现代的处理器 注意到这一段 现在的处理器呢 在执行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 会有这个out order 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呢 在现代处理器呢 像under处理器呢 会考虑到就是 考虑到 效率 所以会做这个memory order 就是会有可能会 会做reorder 然后呢 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Dekker's Algorithm 当初在设想的时候呢 其实它 显然它没有考虑到这些状况 它没有考虑到SMP 没有考虑到memory order 毕竟这些东西是后来才出现 1960年的时候 当然没办法设想那么多事情 然后呢 尽管它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注意到 它的巧妙方法就是说呢 欸 你看到这个了吗? 对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怎么认定 我高中的时候呢 我开始在阅读那个 作业系统的书籍 因为我那时候 高中的时候 我那时候想要做一个科展 那我那时候科展呢 就是想要做一个作业系统 不要笑 在现在来讲 做作业系统 不能当科展 因为那个 唉 因为那个评审啊 那些评审老师就说 做作业系统有什么意义 那历史的话 就是意义是杀小 对不对 就是这种 好 就是 现在口味都很重 现在做科展都要什么 哎呀 都要什么用deep learning 好 然后解决手术问题 用deep learning 解决社会不光问题 用deep learning 来人人有饭吃 人人都健康 活到死 学到老 好 那就是 类似这种 好 那所以我那时候呢 是 就是我那时候二十几年前 我就想要 很浪漫的去想要开发作业系统 然后呢 翻阅恐龙书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东西 就画面中的东西 然后呢 我就一直呢 百事不得其解 因为我在读恐龙书之前 我已经读过 阿古里人书 然后呢 我就发现奇怪 阿古里人书 其实不会这样排 对吧 他不会排左边跟右边 但是 但是那个 为什么要这样排呢 其实跟你讲说呢 因为 去彰显呢 其实现在系统上有什么 有两个process 要什么 要自行 然后呢 而且这两个process 都会存取到共享的空间 那这个共享空间呢 的存在呢 导致怎样 导致我们要有 有一个机制 就是要有一个mutual exclusion的机制 去确保呢 结果是正确的 所以你看 底下能不能啊 这个quickle section 对吧 然后呢 以前呢 我读到 我二十几年前 高中 还是高中生的时候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头很痛 就是这个请问呢 这一行先呢 还是这一行先之行 其实书本上面有特别写 但是你看到这边 你应该理解了 就是说 我假设你学过了 没学过的话没关系 没学过 你说我没学过怎么办 下面有录影 然后 这就是说呢 我那时候呢 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那时候 其实很生气 就是那个 不是生气而已 是非常生气 就是说 这书在写什么鸟 然后我就看另外一本书 也好不到哪去 就是基本上 讲了一些阿鬼城的时候 然后我后来呢 就更生气了 我就找原始论文出来看 所以我那时候 是我第一次翻这些论文 就是因为实在是看这些书 我觉得是鬼车蛋 就是看说 因为他有提到某某论文 我就去看 然后呢 后来呢 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件事 就是 就是其实呢 我们在 concurrency的演算法 就讨论这些 讨论这些 mutual exclusion 讨论这些simple form mutex之前 其实呢 我们之前的演算法 其实都是这样 都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呢 你不问演算法 画得多复杂 其实呢 你没有时序概念的 你只在意说 我做了多少次 所以在那个 一般的演算法呢 你会看到说 它会有times 注意到times这个字是什么 是讲次数 对吧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 在concurrency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意是 这个时序 就是 谁会在前面 谁会在后面 哪些东西会有交错 所以注意到呢 之所以 书棍之手要这样写 或者危机百科 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他就是强调 这些东西呢 这些指令的执行呢 会交错 也就是说 你其实没法保证 谁一定在前面 在这边来讲话 这没有保证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 算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你要考虑到就是 它是会interleaving 然后 所以这件事 就是整个 整个concurrency 难的地方 我们之前在讲concurrency 跟那个privilection 的差异的时候 我们会讲说 privilection 是concurrency 一个特例 就是说 privilection 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我给你同质的硬体 然后上面可以执行 同样性质的程式嘛 当然可能范围不一样 但是它的演算法 它的上面的硬体呢 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平行运算 就是说 我今天就是缤分多路 但是本质上是 是一样的硬体 还有这个 一样的演算法 只是说 我给你的那个 资料范围可能不同 这是讲 讲平行处理 讲privilection 然后呢 但是讲并行的时候呢 它其实本质上呢 就会有什么 就是因为它是 它是privilection的super set 那所以呢 它没有说 一定执行的 一定是同质的 没有 然后呢 以单核的处理器来讲的话呢 像这个privilection的algorithm 搭配这个bivilection 去确保说呢 它用软银演算法 注意到哈 所以这个dex algorithm呢 它是用软银的手段 也就是硬体呢 完全不需要atomic instruction 就可以确保 确保 这个什么 mutual exclusion发生 好 然后 当然它的限制是很多的哈 所以1980代才有什么 才有那个privilection 但是呢 就像刚刚提到的 其实这个东西呢 在现代的处理器呢 其实是这样 是不适用的哈 所以它 现代处理器 是不适用的哈 因为就是 呃 它的效率差哈 而且它 它对memory order 做了限制哈 你一定要是 very very strong 的memory order 你完全不能reorder 哈 所以在现代处理器 是基本上不用的哈 但不代表说 呃 不该学哈 就是现代处理器不用 是没错哈 但是呢 呃 其实呢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 一个案例哈 我们这个之后 在讲变形程式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再把这个例子捞出来 捞出来讲什么 就是说要怎么去验证 dex algorithm是正确的 就让这个验证 并行程式的难度很高哈 那难道可以去写 写那phd论文的哈 这个它难度很高的哈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 因为它们有指令呢 我们就可以组合 组合出 组合出这样这个spinlock 好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特化的spinlock 像这个 呃 绿来lock 然后 呃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来看 像这个 user improve pthread 好 像这个pthread.h呢 就是它就是讲这个pthread的那个hater 然后呢 这边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它里面呢 其实有像这种 呃 有这种什么 lulite lock 然后它也会有什么spinlock 这样这种 就是基本上呢 它会有提供很多不同的界面 然后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就算界面再怎么复杂呢 其实有很多呢 都是 借由 借由这个atomic指令的组合 所以这也是我们下周 还有接下来几周呢 我们会想要来跟大家好好来探讨 好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怎么用 呃 就是呢 在c11 它其实有很多这种关键字 是长得像 像这样 就它有个atomic atomic 是这样的关键字 那可以来修饰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旦这样标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atomic底线character 那这样的话呢 atomic标起来 然后说int 好 那就是atomic integer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就是atomic操作呢 就会有分说 呃 没有特别去指定memory order 还有 还有 明确是指定 所以你看哦 明确指定memory order 我们就称为叫explicit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其实很无聊啦 哈哈 但是呢 但是天下东东就是都是这样 就看起来无聊 但是做起来很难的 好 那这段程式码在做什么事情 那程式码呢 在做的 在做的议题呢 我们来指定看看 来指定大家这个段程式码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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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复制会失败呢 有个大问题是那个 哎呀 现在很讨厌了 就是那个 就是 因为软体太吃肥了 很吃力 很吃力 你说我在做什么 我在等那个 等剪贴部更新 才会儿 可趁 还得 Draines 太卡啦 throat prospect 霉坐 满 满 黄 我忘记要先把这个档案准备好了 请等我 我很努力的把这个 11年前的电脑把它发挥应有的价值 复制 这样可以吧 好 糟糕 贴不上 糟糕 我的笔记本 不管 我们就不值钱了 我的笔记本 简贴簿怪怪的 通常那个系统漏地很重的时候 就会这样 Clone browser升级就会变这样 好那你看这段词字码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执行 这个词字码执行呢 其实它在做一件事 就是我想要去建立依据我的数量 去建立执行序 然后呢 你看哦 我们这边来讲会有P3Create 就我们去建立这个执行序 然后呢 指定上面的随方群 这边随方群就叫FUNC 然后呢 这边的困难地方在哪里呢 困难地方在说呢 我们今天会有这个 automic的操作 那你看哦 上面有个叫 automic value increment 那这个value increment的话 就是说这个 我们就有 就用到像这个 Test and Set 那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就是吧 automic的操作 对吧 然后 这边呢 有几个地方有学问 首先呢 你们看到这个 align us 这个前面是align 后面是us 那align us的话呢 其实这个东西的关键在于什么呢 就是 它是这个C11 C11提供的 提供的关键字 注意到 这个显然不是方群 这是关键字 然后这个关键字呢 可以呢 明确去指定说 特定的变数 特定的资料栏位 要怎么做alignment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涉及到一个东西 叫force sharing 这我们待会讲 好 那但是你看哦 先来这边来讲话呢 你看到一个 就是我们指定一个叫做atomic flag 注意到这种东西啊 诶 你以为这个叫变数名称 不是 有个东西叫atomic flag 然后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这东西是从atomic.h 就是C11的atomic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这个 西元其实有一个地方 这个部分就很 其实就很难了 因为里面加了很多新的关键字 对吧 去C11加了很多新的关键字 然后很可能 你在平常的城市不会看到 但是注意到这是货真价值 符合西元标准的城市嘛 好 然后呢 这两个解释 但是注意到 真正的变数名称叫什么 叫flag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东西 叫atomic flag 在这里来讲话呢 我们用到这个atomic的tessenset 简称叫ts 我们通过这个atomic的tessenset 然后呢去确保什么呢 确保说我们要去做数值 对吧 我想要去变更数值 那我确定这件事是怎样 让这一件操作是 目的要是让它变atomic 对吧 这是我们的目的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因为我们最终的存取是什么呢 是存取到同一个 同一个什么 同一个变数 所以呢你看 我今天有不同的执行序 然后我会存取到同一个变数 里面的内含值 好那这边的话呢 你看哦 就是这边的执行啊 这边的执行的话就是 刚刚那样的城市嘛 你执行的话 你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他执行 这个 因为 因为前面已经什么 前面 前面有这个指定次数嘛 然后 然后我这边就是 就是说 上面 上面做 就是 各做 一万次嘛 就是 就是increment的话 对吧 上面做 上面那个什么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这个 这个函式呢 做一万次 然后呢 在3Function呢 也做一万次 所以呢 你知道结果会得到 一万加一万 所以是两万 对不对 听起来是 听起来 这东西 很无聊 但是不要小看这件事 如果呢 我们把Test and Set 注意到 如果我们把Test Set 拿掉 如果把Test Set 拿掉的话呢 整件事会发生一些神奇事情 发现什么事情呢 就是 你会发现呢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就是每次执行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那这件事呢 是一个很trick的事情 这件事 trick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东西呢 就会涉及到呢 它涉及到一个 Rest Condition 你看这个 Rest Condition 然后 所以你看哦 多 在这个 变形的程式啊 其实要Debug 真的很难 对吧 你只要改一行叙述 整个行为就不一样了 或是甚至有时候叙述不改 只是 只是范围改 变更之后 就是输入范围变更 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所以 其实这种要做 trouble shooting 真的是超级难的 好 再呢 我们有个东西叫Sanitizer 然后我们在第一周的 那个Lab Zero 那个作业 还记得吧 Lab Zero的作业 不是有介绍的 那个Adress Sanitizer 对吧 好 怕你忘记我们看看 在 我们在 那个 今年的 那个 第一 第 本学期第一周的 这个作业 作业呢 那 那个Lab Zero 这个是一个 非常 非常 繁杂的 这个 非常繁杂的作业 对吧 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 看到这么 繁杂的作业描述 应该都 应该都 受到很大的影响 好 那但是呢 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讲到 很多关键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 Adress Sanitizer 好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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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器 太吃力了 哎呀 好难过啊 好好端端一个电脑 好好端端的电脑 这个 其实电脑是好的 但是浏览器 还有这个软体实在是太吃肥了 导致 导致我们又要上课 真是真的讨厌 好 然后你看 就是说这个 这里 我们 我们 我们有介绍到什么呢 就是介绍到一些工具 像这个 Adress Sanitizer 这样的工具 那这样的工具呢 可以让我们抓到像 Memoric 或者找到 找到说 有没有不正确的 这个 记忆体的存取 然后 但是注意 好 Sanitizer 其实有 很多用法 有很多不同的 Sanitizer 其中有一个 Sanitizer 就是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Flag 然后 你可以搭配一个 -g 去指定说 它是要加 那个 Debugged Message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 行数印出来 然后 行号印出来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就侦测到什么 就侦测到 就在支行的时候 会侦测到这个 会侦测到这个 Race 就是 Data Race的发生 好 然后注意到 Adress Sanitizer Adress Sanitizer 神的胎者 神的胎者 Adress Sanitizer呢 其实不能搭配 对神的胎者一起用 所以这种 这种东西 会冲突的 所以 所以请你 请你搞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 我希望 让大家去写 那个 Level自由那个作业 因为其实 要想的东西 还蛮多的 好 然后 再给大家看 好 那 接着我们来讲 刚才那个 讲到C-Level的 另外的关键字 就是 C-Level有 针对 Memory Alignment 我们之前 之前讲 说有讲 你锁不到 C语言 就有讲到 记忆体的 配置记忆体 然后有讲到说 记忆体的对齐 就是Alignment 那在C-Level的话 它有一个标注档 叫做Standard Alignment 那这边的话 就是会有 可能用拒绝的形式存在 也可能用关键字 形式存在 好 然后像这个 Alignment of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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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关键字 然后这个关键字的话 就是可以得到 得到说 那个变数 它的那个 alignment 针对什么东西 alignment 好 那像这个东西 你看 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今天有 宣告一个变数叫X 然后我在宣告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指定 比方说 针对16个bytes 去align 所以就是 align 16 steam 然后 那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去印出 印出它的那个基础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operator 把它印出来 好 然后 那这样的话 你看 这里面的机体内容 如果把它印出来的话 它就会看到这个值 不管怎么做 它会去align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要怎么观察 它是不是针对16bytes 去align 这很简单 因为最低位的那个 四个位元都是0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件事呢 它看起来是无聊 对不对 为什么它特别有发的 这些东西 这件事跟一个东西 叫forse旋律有关 我们考虑到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在细讲 forse旋律之前 我们先考虑它的那个用法 你看哦 原本的结构体 比方说像这个PAR 那我今天有两个变数 一个N1 N2 那N1跟N2呢 在 LP64的话呢 它会是什么 它会是4个bytes 加4个bytes 就是 因为LP64里面 就是说 Long Integer 跟Pointer 然后要是64bit 然后 那Integer的话 就因此呢 它就是至少要4个bytes 那所以 这边讲的话 这个结构体呢 就是由4加4bytes 构成的 所以它至少要8个bytes 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如果呢 你用这个 如果它要做这个alignment 那你看到 这件事神奇了 这边呢 align一个很大的数值 叫64 对不对 又是显然比那个4大多了 那为什么要去align这个64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因为记忆体的操作呢 它是以cashline为单位 还记得我们在前半段有讲过这张图 对不对 有印象呢 我们现在讲这张图的时候呢 讲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 就是在cash来存取的时候 它是一个cashline 借着一个cashline去存取的 所以你看哦 如果呢 我们不特别去加 干那个操作 就是 我如果是这样N1N2的话呢 你本来想要存取的东西叫什么 叫N1 但是呢 因为N1跟N2呢 它很肯都摆在同一个cashline 为什么 因为一个cashline大小 在s8664的话呢 一个cashline大小是64个byte 所以你看 这个 你看哦 lan呢 是lan and access 但是呢 cash是sequential的 所以呢 这个sequential就一次呢 就是取出 一整个cashline的宽度 对吧 然后 那因为呢 因为在目前这个程式 对吧 就是标示这个程式 它的interview就是隔壁嘛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在编辑器呢 很容易就把它摆在旁边 那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呢 我读取的时候呢 我本来想要修改N1 但是呢 其实我N2也 也是什么 读出来的 所以就是说 我原本是 想要读取N1的值 然后做RMW 但是呢 因为cash的影响 导致什么 我一次一整个cashline 去变更了 这件事啊 就是你以前呢 是你本来意图 我们称为这样 intention 你本来intention是什么呢 你本来意图 是希望修改其中的栏位 但是因为呢 cash的特性 就是一次读取一个cashline 所以导致呢 你就是 做了不该做的事 对吧 所以这件事呢 就导致什么 导致说呢 N2 你要改N2 你要读取N1 抱歉好 你要改的 跟读取的内容是N1 但是呢 N2也受到影响 所以呢 导致呢 你在cash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这两者就不一致了 虽然 虽然那个N2 你没有改到 但是因为cash 你读到旧的N2的值 那可是尴尬的地方是 如果另外一个核呢 更动到N2的值 但是因为你是读你的cash的值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在此时刻看哦 此时刻呢 你是读取N1 修改N1 对不对 但是呢 N2也跟什么 读进来的 所以旧的N2在这里 那另外一核呢 它假设更变了 更变更了N2 好 那这时候刚刚掉了什么 假设呢 你在另外一个执行序呢 它去读取的时候呢 因为它已经 它cash里面就有N2的值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就导致呢 怎么 就导致错误的结果 然后 所以你要看到 我们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Data Race 其实真的是无所不在 其实很多环节都跟Data Race关 那这边来讲 我们怎么处理呢 既然呢 你一次读取 就是一整个cashline 好 那我们就让你 满满的cashline读进去 所以你看到 它乍看好像浪费空间 对不对 你能不能用失败 你表示 你为什么偏要用64bytes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cash的特性 对不对 就是因为一次读取 就是一整个cashline 所以你看到 这件事呢 虽然它浪费的空间 但是呢 这件事有机会的效益比较好 注意到我们讲有机会 就是 你看说大部分的时候 它会提升 因为它可以有办法去降低竞争 当然有些cash是不会竞争的 所以我们要斟酌 好 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 避免频繁的cash 对吧 我们在前半道有跟他讲 就是说两个核或是更多核呢 要确保说cash的内容 打到一致 注意到这边讲一致不是相同 就是说他讲的是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会有新的资料跟旧的资料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协定 要有一个协议 要有一个机制 去确保什么 去确保说呢 你想要读新的级的时候 读得到 或是说你要去通知其他人 说我这只是变更的 叫其他人说要跟着去变更 或是说你要去标识invalidates 就是你要用invalidates去干嘛 去说我这个东西是旧的 我变更了 我要新的 但是这个你跟cpu说我要这个新的 不容易啊 因为它要跟其他的cool沟通 要透过bass 要透过interconnect 那如果是Numa架构呢 那整个interconnect成本就更大 还记得我们在前 前那个第七周的这个教材呢 在讲那个interconnect的时候呢 对吧 在Numa架构的 或者是会是SMP的 SMP中之间 它就会 处理器跟处理器和之间的 就会沟通 然后呢 Numa的话就是两个 或是更多个SMP的组合 那所以在这个SMP的cluster之间 还会再沟通 好 那所以注意到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 这边呢 就是 虽然占用更多空间 但是这件事呢 就是去降低 非必要的Catch Confluence的发生 然后大家注意到 并不是呢 这个每个Catch Line都是64byte 其实有别的组合了 好 那这边呢 你可以看那个 看我刚好之前的一些整理呢 这个 这个是我刚好在那个 Microsoft Research的一个专案 叫Microsoft 那这个已经实际用在Microsoft的Ager 所以如果说你用那个OpenAI OpenAI的那个伺服器就跑在那个Ager上面 好 然后呢 这个Catch Line 这个是很复杂 这个东西很麻烦 麻烦在哪里啊 就是呢 Catch Line的大小 它可以32byte 64byte 也可以128byte 然后在S864的话 这是最单纯的 就是64byte 但是呢 在不同的 行为都不同 不同的架构都不同 比方说呢 在Apple M1的话呢 是128byte 然后但是 注意到 就是Negative的Catch 就是On的指令 就是那个 Apple M1的用的指令是什么 是那个On的指令 但是Apple M1呢 其实可以执行 执行那个S864 对没有听错 On的M1呢 它可以 它有很强的东西 Apple M1有个叫罗塞塔 就是罗塞塔 Base那个 罗塞塔 罗塞塔 这东西很强大 就是它可以在 M1的晶片上面 Apple Silicon上面 执行S864 那你大概也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因为S864上面 还是有丰富的应用程式 好 然后呢 如果你在Apple M1上面 使用罗塞塔 的话呢 它的那个 Catch Line就变成64byte 为什么 因为跟 为了跟S864相容 然后所以这件事很tricky的 为此呢 这个 为此呢 这个 像MacOS就要提供这个 就是它有个让你去查 现在的Catch Line到底是多大 就它有个小Sys Control 然后呢 Apple M1 你居然很烦的对吧 但事实上还有更烦的 因为Aunt是一家 卖智慧财产的公司 就它有 它最主要的智慧财产 就是它那个 它的那个Aunt的晶片 当然它不只卖Aunt的晶片 它有卖 Debucking Tool 它有卖这个 像GPU Moddy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实作 然后呢 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个很 很大很大问题 不是大而已 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不同的implementation 因为像德州仪器 TI 联发科 MediaTek Qualcomm 这些公司呢 它都跟Aunt授权 可能会有不同的 所以你看到 像这个 你看到 同样是TI产品 TI产品比较说 A57 它的那个Catch Line大小是 14、64、64B 然后但是呢 这个 TI的另外一个产品 它是TIAM43T 然后它用的是32B 所以你看到 这两者注意到 这两个呢 这两个产品 这两个SOC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三社会员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呢 它的Cash Line大小是不同的 所以 这个就是很麻烦的 所以你看像我的程式码修改 就是 因为 因为那个MeanMetal 它假设 它做了很多assumption 它的assumption 其中有一个就是 它会认为说 这个主要的应用形态呢 是S86 那为了要让我的电脑上面可以执行 因为我按的伺服器有 就 按的机器我有好几台 就是除了我常常在展示的手机以外 那我有Apple M1的Light Type 就是笔记型电脑 然后我有 我们在成功大学有放了两台Aunt的设论 然后我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呢 我也有一些档次更高的硬体 但是这些硬体呢 很好玩的地方是 就是它就可能有不同的Cash Line大小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要去列举 所以你看这很烦啊 对不对 就是我们很明确知道 然后就说是S86-64 可能是S86 就很明确知道它是64 这个是现金现金 这是最单纯的 但是很不现金 如果是Aunt的话 那Aunt的话很烦啊 要看这个architecture 看那个architecture的版次 就很烦啊 然后甚至还要什么 还要去针对Apple M1 要去看说 看说如果可以去取得这些资讯 就是说你要像那个N1的话呢 就要去自己去给 自己去指定吧 对吧 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去考虑的因素 好 那我终于来解释什么 解释那个Atomic Flake 所以Atomic Flake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结构化的 一个unstime character 然后对 你不要怀疑 就是这东西 乍看的无聊 但是这东西呢 不要小看这东西啊 这东西的关键在于说呢 呃 因为一般的character 包在结构里面 你会觉得无聊 对不对 但是这边来讲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 我今天去初始化的时候 初始化 然后呢搭配这些 Atomic Test and Set 搭配这个Atomic Flake Clear Atomic Clear Explicit 这个就是考虑到Memail Order 就是后面有加Explicit 就表示Memail Order 那我就可以针对一整个结构体 去做处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呃 因为你以前呢 如果只是CHAR 那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最小的存取单元 对吧 因为在那个 在西元的结构里面呢 就是 呃 你应该要放置一个什么 放置一个成员 对吧 那这个CHAR就是一个 最小的 最小的可能 对吧 但是呢 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说呢 在C Level呢 Atomic可能就封装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会搭配这样的一个去使用 这个我们在下周还会再继续讲 好 然后 我们终于 终于又可以更细致的去看这个议题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FORCE学理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探讨 休息一下 休息到 9点分 21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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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到 21 动物 6 这个插底是什么 我们终于回来看我们的重头戏了 注意到 就是呢 这个 这个 这一个句名言 这个 这个 这句名言 很有水准 就是这个 注意到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 电脑科学有两个 有 两大难题 一个是命名 我想大家写程式 认真写程式的话 就会觉得命名超难的 对吧 就是 这变数名字还怎么取 这是很难的 那另外一个难题呢 就是Cash Invasion 所以最要Cash Invasion 你第一次看到的话 应该就是在计算机组织吧 计算机结构 这样的课程看到的 然后你过去可能只是认为它是一个操作 但是这个东西难就在说 你是在 你是在一个从上帝视角 你想一件事 就很像你去走迷宫 对吧 你走迷宫呢 就是如果你可以用上帝视角 你就知道 哦 我下一步要走了 但是往往呢 你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用上帝视角去看待事物了 所以你只能看 一个环节 然后如果说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什么 就是你看哦 就是那个男女之间啊 好 是两个人之间 不讲男女 他就说两个人之间 会有情愫的那种那种男女 就是会有情愫的两个男女 或者两个男女 或者是更多组合 那你看哦 就是这个 以男女来说的话 这个 这两者呢 就是在没有稳定交往的状况下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确定 对吧 你喜欢一个女生 然后约他出去吃饭 然后发现 哎 约了三次他都有出来 他是不是喜欢我 对不对 你不晓得啊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个上帝视角 就可以看到 哦 对不对 这个 他是真的喜欢你 或者说 哦 没有 他没有喜欢你 他只是 不想拒绝你 或者说 哦 他就是想要把你打发掉 但是又不想要得罪你 就是 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你往往后就要什么 就通过这些 大量的动作去试探 其实Cash Invalidates 或者Cash Invalidation 很像这些事 就是你要去做大量的试探 或者大量的去打听 对不对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要去打听说 哦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这个人到底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 对吧 这个 这个就需要大量的打听 所以其实 他就是 这件事本身呢 就很像一个 就很像八卦 然后注意到八卦本身是一个通讯协定 哎对 你不相信对不对 有个东西就叫Gossip Gossip Protocol 主要不要怀疑这些东西 这真的有这东西了 Gossip Protocol 这东西呢 就是它就是流言蜚语 对不对 流言蜚语 然后那个 就是有那种 要沟通 然后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东西跟Cash 还有更多合 有密切的关联 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难的问题 好 那不过呢 这个层级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层级的问题呢 是 就不是Cohuence 这个层级的问题呢 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要有Consensus 还记得我们再讲过 这几个字吧 对不对 我们有讲过什么 我们有讲过这个Consensus 也有讲过这个Consistance 那有 我们讲过 Consensus Consistency 还有这个Cohuence 然后呢 其实这是三个 完全不同的字 只是说呢 很不幸的地方 是我们的汉语 很废 这方面很废 我们汉语有些地方很强 对不对 你过年的时候 就感受到那亲戚 哇 这个你爸爸的 妹妹的 女儿的 姐姐 对不对 就是反正就类似这种 很复杂 对不对 就什么鬼都有称呼 然后呢 遇到那些长辈 年纪再大一点 可以讲出很神奇啊 哦 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表 表表表 表叔公 这个叫唐表哥 唐表哥 表 唐哥 你知道吗 就就就就就就 对 很难搞 对不对 但是呢 反过来说汉语呢 遇到的时候 这刚才几个字 就是这个 consensus consistency 然后那个 conference 很尴尬的地方 写法完全不同 英文字 但翻译就只能翻着 一致性 所以我们后面 讲了这个东西 就很小心 然后呢 回来看了 其实cash 最大问题就是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的 谈论标的 然后呢 但是很尴尬的地方是 cash呢 对不起 一定要用 现代电脑呢 一个很关键的特征 就是它的cash 它的cash呢 它因为 主机体跟 cpu的落差越大 在几十年前 反正很古老的年代 你算个五六十年前 多好 就五六十年前 那个年代 这个cpu跟 主机体都很慢 所以呢 cash呢 其实没有 特别存在币 但是后来呢 cpu的速度 大幅去提升 cpu 速度大幅提升 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经济原因 为什么 因为做cpu公司 显然赚的钱 比做机体公司 赚的多 这是一个 显然的道理 然后呢 这个 呃 机体呢 就是 有多时候 就是它 它其实很难 很难 呃 就是 它不止毛利比较低 它的竞争 也是很激烈 就是 你要想 你要知道 就是在1990年代 做机体公司 很多家 当然现在 现在已经很多家死掉 但是就是 在这个 在那个 上个世纪 其实做机体公司 很多 但是做 做cpu的话 就是 呃 在上个世纪 做cpu公司 一样是很多 但是cpu呢 它的这个 呃 以它的那个 群职效用更明显 就是 它很容易就分化了 就算 算在90年代 一样也是有一堆cpu 在 呃 cpu公司 做cpu的公司的数量 大约在这个 80年代末期 跟90年代 1990年代 达到高峰 那个年代 是很狂 科达 对 不要怀疑 科达 科达 就做科达相机 科达 对吧 医师们科达 科达 科达这公司呢 他们以前是有做cpu的 对你不相信 对不对 他们以前是有 自己有 自干cpu的 你说 靠 他不是做相机 不是做底片的公司 他们有cpu的 对 酷吧 而且跟你讲 最酷的又是什么 他们不只有cpu 他自己呢 有什么呢 他有 他有自己的作业系统 这也不能懂 因为当时科达 有世界一流的 这个照相技术 那你知道 照相其实要做 非常多事情 对不对 照相其实 你要考虑当时曝光 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需求 他要怎么用这个 用一个自动方式 去处理的曝光问题 甚至要考虑不同场景 是白天 阴天 什么 这个东西的难度很高 所以为了这件事 他们自己是有 自己是有 这个上面的技术 而且他不是 做相机 他其实有一堆 高级的事物机 在上个年代 好 anyway就是说呢 我想让你知道一个 很关键问题 就是说呢 因为呢 cpu跟cache cpu跟主机体呢 存取速度越差越大 所以呢 这个cache从中呢 就是去什么 降低 降低 这方面的冲击 然后所以cache的 存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降低 读写主机体 因为 不是因为主机体慢 而是因为cpu太快了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两者的落差越来越大 然后你看 这个 所以先 cache的存在 其实是要降低 主机体的存取读写 那这件事跟 并行有没有关系 有 很大观点 因为呢 并行你知道 并行就是分享资料 对不对 就是会有涉及到 那个资料的分享 那资料分享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希望呢 我们可以散用cache 对不对 但是呢 我cache呢 其实是 会读到旧的资料 有可能会读到旧的资料 或是读到 相较来讲 它就是错的 因为过时的资料也是错的 然后 所以这件事呢 就是一个超级难问题 就是怎么让电脑呢 可以散用cache 又避免呢 cache带来的冲击 这也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被认定 所以是CMU Science的两大难题 好 然后 那这个 我们在前半段 有提到这个程式 好 那现在呢 你就 你更有概念了 因为 存取机械铁的时候 就一整个cache带去存取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东西 在 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东西 就在这里 就是说呢 这个 因为 对cache的行为呢 它是存取的时候 就以一个cache为单位 然后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cache 跟虚拟机械体 它是可以独立的事件 就是cache是cache 然后呢 虚拟机械体可以是虚拟机械体 两者可以是独立事件 那你有虚拟机械体的时候呢 你可以打配MNU 对吧 你可以有MNU 然后可以做什么 Memory Translation 你有Virtual Address 然后你可以有Physical Address 那这个是讲MNU 讲Virtual Memory 部分对吧 然后cache 对吧 cache是弥补呢 什么 弥补CPU跟主机械体之间的速度挪差 对吧 这是cache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如果把cache跟主机械体 碰在一起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对不起 麻烦事发生了 然后就有一系列东西啦 VIVT啦 VIPT 然后我们来看 微几百可以写这个 在我们之后再讲 虚拟机械体的时候 也会讲 然后这东西在讲什么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们同时要考虑到 考虑到什么呢 考虑到cache跟 cache跟Virtual Memory 像你现在用的电脑 此时刻你用的电脑 就是这两者都有考虑到 然后在cache里面呢 我们就会什么 会有那个index跟tag 还记得吧 那个toibreakedown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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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down, cash toibreakedown 在breakedown怎么点啊 就是这个tag 可以记得吧 tag index offset 就是有这个breakdown 好 怕你还忘记的话呢 继续看 图片搜寻 图片搜寻 要善用它 如果你视力不差的话 图片搜寻就是很有帮助的事情 然后图片搜寻 你很可能就会找到那个YouTube影片 有些讲解是不错的 好 我们来看 所以这个 糟糕 按出 不能按YouTube 可以 就这样 就是你们看到这个tag 然后index跟offset 然后呢 因为呢 我们现在是两件事都要考虑到 就是我们cache跟Virtual Memory 整个在里面 所以就是要看说 这个index是physical index 然后呢 他的tag呢 是physically 去tag 然后另外一个状况就是VIT 就是说我index跟tag都是Virtual的 所以他有额外的 就是他的在存取的时候怎么样 存取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我在存取的时候呢 都是在 都是在那个MU 然后 这样的话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说 我就不用再额外的去做转换 所以这个会快 然后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Linux Linux的话就会有用到这个Virt Virt Virt Linux 然后不要小看这件事啊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观念词不熟悉的话 最值得这个概念不熟悉的话 其实先去复习 因为这个问题之后也会用到 好 然后呢 我跟你讲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啊 我不知道跟你讲解这些细节啊 因为这个你是你本该懂东西 结果只是只是让你发现你自己不该 自己没有懂的地方好 好 回来看这个啊 就是呢 就是就是 等一下 把一切关掉啊 我们的电脑很可怜 很努力的在工作 好 然后 因为Cash Cash Line呢 我刚刚讲过了 Cash Line呢 跟Virtual Memory好 它是独立的 然后更麻烦的就是呢 我们讲Atomic Trash呢 它的那个跟Cash呢 也可以是独立的 我们讲也可以 就是什么 它可以有关 也可以无关 然后呢 Cash Line之间的竞争呢 是没有 没有Atomic的特性的 所以导致呢 你真的要做刚才的事情 就是什么 真的要做这一支 两个资金序要起到同Cash Line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没有保证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 因为如果说 我们要让每次Cash都保证 保证什么 保证这个 保证让你读取到特定的 特定的资金序的话 那这样的Cash成本太大 所以在寻常的Cash 就不会这样设计的 但是注意到有些研究呢 有在做这一支 就是它会去做设计的 ThreatAware 就是跟这些 执行序有关的 因为Cash Coherence 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但是我们讲的是一个 寻常的常见的设计 是不会考虑的 所以这导致呢什么呢 导致说呢 我们就需要用运用到 前面讲的这个 Align Earth 还有Align All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还有跟一些 C Level的特征 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确保说呢 我们 可以什么 可以避开Cash Line的存群 所以就要不要想看这件事 这东西呢是 来避免 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东西 叫False Sharing 好 所以讲到这边的话呢 我希望你了解到一件事 这边讲的城市都很短 就是相对短 就是它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但是麻烦的就是 你会认为 你可能会感受到那种 那种不安全感 对不对 好像每一道操作都可能会出错 对不对 因为每道指令可能都会 都会 都会 对Oden 好 对 没错 就是有可能的方式 这件事呢 就真的很麻烦 所以你看 你如果说单核跟多核的 有什么差异 你可以直接讲这个 就是哪个Cash 单核的Cash 我们只要在意是 Nocality 但是在多核的Cash 对不起 它就是整件事的议题 那这个我们就 有刚刚讲过这个议题 还记得那个 政治的故事吧 对不对 其实用政治 就是我们在台湾呢 应该要对Cash 对什么 对那个多核 对那种Synchronization 对那种Concurs 实际上也很熟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写照嘛 对不对 一下要讲中华民国 一下要讲台湾 一下要讲 这个Noc 对不对 你看 马英九先生 对不对 他讲说 我跟孙中山先生一样 担任过Noc 那我现在在成功大学 担任Noc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 弹性 所以这个马英九先生 也是应该是 深暗这个Cash 这些最难的问题 就是 你看他讲那个 你看 马英九先生讲那个 你为什么就知道 你怎么就知道是那个呢 对不对 你不觉得真的很神奇吗 所以其实马英九先生 他干了什么事情呢 他做了Cash Invented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他就跟你讲说 他跟你讲那个东西 他言之早早说那个 对不对 但是 你怎么会知道 那就是叫 是总统了 或是台湾领导了 对不对 你这种造成事 对不对 所以他就涉及到一个Protocol 设计到一个沟通的机制 对吧 所以我们要身为台湾人 要觉得自豪 对不对 我准备好学习 Concurrency 好 然后呢 乐视话讲完了 终于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好 那么在前半段 我们又讲到一个 关键的就是 讲到一个议题 就是那个 生产的消费者问题 就是因为你以前 在做一种书籍 你通常是看到最简单的东西 因为 你懂吧 我们不能教太难 教太难的话 学生考不到100分 回来控告学校 说我儿子那么优秀 但是为什么儿子没有 对不对 这真是发生过的事情 就以前有一个家长 就跑来学校闹 他就说他儿子 难以中毕业很优秀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考虑到家里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他从什么胜利国小啊 然后那个 那个 然后以南一中啊 一路这样读上来 几乎都是在同一条路上 就是同个区域 就 这个好像没有 没有什么别的地方 有这样的机会 对不对 就是 就是 你住在一个 一个区 就是你住 你从小学到大学 到博士班 然后 你都可以在同个区域读书 大概只有 大概只有那个 陈大附近有这种机会 就从那胜利国小 然后 一路念到这个 陈大学 然后总之 就那个家长就来 控告说什么 指控很严重的 那他说什么 他说 他儿子那么优秀 为什么到了陈大之后 都没办法考一百分 他就觉得 他儿子很沮丧 他觉得 很努力 很沮丧 那我都不好意思 讲实话 就说 你儿子是优秀 但是 优秀的人 看得多的是 你说你儿子优秀 难道别人就不优秀吗 你说我们这些教授是笨蛋 我们找了很多笨蛋来入学 不可能 对不对 我今天没有要贬低他的意思 但是 然后 没有想到那件事 我们还要写报告的 他就是来哭 跟教育部哭诉说 他一直优秀 但是为什么 他的 主科 就是 那个必修科目 其实必修科目不是叫主科 但总之 那个家长就是用这句话 说他儿子为什么主科 都没办法拿到90分以上 你看 他讲那几句话 很大记得几句话 我们要写好几页报告 你知道我们写几页报告吗 我记得好像写七八页报告 他就讲说 就讲多原因 说我们的课程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历届 这分数怎么给 你以为这样结束完 没有 后来我们就老师都被暗示了 该给多少分就 该 对吧 以前叫手下游戏 下次就是后面就是 对吧 就是 哎呀 这种分数就给的很 很糟糕 对吧 但是这种 这种不好 因为就骗到你 对吧 你看很多人都忘记自己 就是很多 我们讲资料结构 很多同学都忘记了 对吧 然后问你说 你对资料结构的印象是什么 哦 我期末拿92分 对吧 你印象就提供在这个 对吧 人家问你说 你对做一些种印象 你说 哦 我拿88分 但是我讲这些 讲这些什么 Dex-Argorithm 讲Petis-Argorithm 你顶多说 哦 有概念 那我忘记了 对吧 这个很糟糕的事情 然后就是 对 好 待会 不好意思啊 每次都要替我抱怨 但是我还是想不懂啊 为什么家长随便讲个两句话 然后我们就要写个七八页报告 而且是当周就要完成 这个教育部有回席吗 就是说公文 这个机过来的 这个一周内就要有回复 而且不能回复一点点 好 那回来看这个 就是说你以前的看东西都是高速解换 但是在实物上呢 像这个我们之前讲的Print K Print K的历史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多个生产者 一个单一消费者 那当然也会有这个多个生产者 多个消费者 那我们接下来几周都会来探讨这件事 然后呢 注意到我们在探讨这些议题之前 其实你要了解到一个很关键问题 叫做FORCE TRAINING 终于来讲这个东西了 好 这个FORCE TRAINING是一个超级容易遇到 但是呢 又很难 根治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说是陷阱 就是你看到 好 先记着这个系统的配置 就是说呢 我现在呢 有什么 有共享的变数 叫做X跟Y 然后那CPU0跟CPU1 各自可以执行一个程式 对吧 然后呢 因为呢 我们前面提到 我们希望可以发挥Cache的效应 因为Cache的存在就是降低 主记忆体的存取次数 就是Cache的使命 可是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你看哦 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可能对于执行于CPU的程式来讲 它可能就是 我就是变更到X啦 然后 或是我读取到X啦 那同理呢 那CPU1上 我就是我变更到Y啦 或是我想要读取Y 所以呢 你看Cache在做什么事 Cache就是降低主记忆体的存取 对吧 所以你就不用每次都舍进求援 然后每次都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对吧 你已经知道之前值了 好 那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哎呀 难的地方在于说呢 因为这个Cache呢 Cache是 左边的Cache跟右边的Cache 分属于不同的Cache 然后呢 这个问题在于说 如果我们今天就像什么城市呢 还记得刚刚那个城市吧 还记得刚刚那个Align Us那个 对吧 这个 就说呢 假设我是这样子写的 就X跟Y就是隔壁 X跟Y在相邻的位置 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对吧 因为很直觉嘛 对吧 你会有X跟Y 或是你会有两个指标 在Linked List会有什么 会有Previous跟Next 对吧 所以你把Previous跟Next 这两个指标 放在相邻的空间 或是像画面中的N1跟N2 放在相邻的空间 X跟Y放在相邻的空间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呢 你看 有闻到有什么不好的味道 因为他们在同一个Cash 9 然后呢 有可能被什么 被不同的执行序存取了 所以你看到 整件事麻烦 对象是什么呢 其实呢 两个执行序 执行在不同的核上 不同的处理器核上呢 不同的处理器核之上 很讨厌的 因为讲了核上 不是那个 处理器核之上 好 那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那 那因为 我们会倾向去什么 我们会倾向说呢 这个 在Cash 9存取 然后 CPU之间的竞争单位呢 其实是Cash 9 对吧 然后呢 这跟你的CPU加工有关 以那个X864来讲话 就是64个位元组 然后所以你看到 当一个执行序呢 就是频繁的去写入这个变数X 那另外一个执行序 不断的写入变数Y 那本来X跟Y是不冲突的 但是因为我存取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Cash 9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本来这两者呢 是缤分 缤分二路 对不对 做不同的事情 本来应该是 井水不犯河水 对吧 但是因为Cash存在 让人家的东西有关了 对吧 这就相当于是说呢 你在家里放屁 对吧 或者在家里 这个吃了什么 吃了那个臭豆腐 那结果你一个人吃得很开心 然后隔壁一带敲门说 呃 你为什么在污染环境 对吧 就类似这种 然后说我没有污染环境 我只是在吃臭豆腐 关你屁事 对吧 但是因为 因为大家有什么 共同空气 所以本该 本来不该分享的东西 对吧 你买一个臭豆腐 当然要是自己吃啊 你说 你说你看 你已经很有道德感了 对吧 就是说你不会在公众场上吃臭豆腐 对吧 你买回家 赶快骑着机车 在自己的租屋处吃臭豆腐 对吧 你是本来是体贴的行为 但是你忘记了 这个什么 就是你可能住了一个亚房 那个味道就 对吧 就分享给你出去了 然后 那所以这个不该分享 但是你分享 那这个东西讲起来简单 但是很难 难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结构体 或这个连续记忆体里面 到底 那个实际上每个变数 是由谁来存取 所以你看到 这件事呢 乍看很无聊 对不对 你讲到目前为止 你会觉得 搞屁啊 这种无聊的事情 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种东西 麻烦的 来 该会不能复制吧 等一下 如果不能复制的话 怎么办 这好问题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可以这样子做吗 我可以了解 对 不能复制 可以复制 他在看了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有文字浏览器啊 糟糕没装 没有 欢迎来 哎呀 好烦哦 送一下 我们工程师呢 就来解决问题的 然后 这个 遇到问题的 也不要觉得难过的吧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问题啊 就是这个世界不完美 才有工程师存在的价值 好 然后 糟糕 糟糕 很麻烦 哎 WG 这个好难用啊 对不对 哎呀 怎么办呢 好我们再还是要把它修好吧 试试看啊 诶 所以这个应该 应该有机会可以复制 只要我的 长度不要太长 应该是可以复制的啊 好 试试看啊 诶 诶 太好了 终于复制成功了 有种感动 对不对 在11年前的电脑 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好 那你看哦 就是说这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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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过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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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编译这个好 编译这个程式码 编译编译编译 程式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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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我们又不能复制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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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不能把Chrome browser当作一个程式 它乍看是一个程式 其实它是大量的自行区域跟行程的组合 所以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呢 比方说你发现我为什么一直复制不成功 就是因为我选择的区域跟实际上处理资料 其实它可以是不同的自行区 但有些自行区它是没办法在一个时间内回应我 因为当下可能CPU非常忙碌 就是在这种旧的电脑 特别容易遇到这种状况 那我之前有跟他讲 为什么我一直到今天我带用旧电脑 因为有些程式我们就是要确保说 它在旧的电脑依旧可以好好的执行 好 让你看到我们在执行这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呢 就是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顺便来看它的效益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脑上做实验 就可以发现说 我们想要有Folce Sharing的状况 其实Folce Sharing其实很容易遇到 对吧 就是你今天就像刚才来讲 有个X跟Y N1跟N2摆在同一个结构体 让两个自行区存取到乍看是独立的 独立的机器地址 但是因为他们实际上都可能摆在同一个Cash Line 好 然后你看哦 这个是这个什么 这个是就是有Folce Sharing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如果没有Folce Sharing的状况 那你看它的那个火差 哎呀糟糕 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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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真是很火大 真是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是 NO Folce Sharing Folce Sharing Folce 哎他怎么写 啊靠好烦喔 真是 真是 哎 出来 哦 我们就去之前啊 你看哦 这是它就是有两个模式啊 你看哦 哎 抑制Folce Sharing的话 它就变成4秒 然后注意到这个在每一台电脑上会有不同行为 因为每一个CPU architecture会不同 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来 来对照看 就是说我们用另外一台电脑 就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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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on的架构 Zion的电脑 就是 这个是Zion E5 E5的电脑 那我们看那个 UnderServant 其中一款UnderServant 这是比较旧的Servant 但是 在这种效率其实就很 会很明显 然后 一样 我们来做 兵役 兵役 Folce Sharing 对 对 对我想起来 这个程式不能在UnderD 对 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 没有 好 这个 我记一下 UnderD要改 我们这学期 希望所有程式都可以在UnderD架构 可以去执行 因为有同学的确也是用N1的 就是有同学也是用N1的 N1 Apple Silicon的晶片 所以在上面本来就可以执行N1的事 但是就是有时候会遇到那种 有些程式没有考虑到Under架构的问题 好 我再换一台 那一台 那一台 换一个 换一台 换一台 好 对 那一台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 给大家看 我们 共笔上执行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 那么多不同电脑 其实就是让你知道 其实这些行为会不同的 像我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MD的这个 2990 32核 好 那这个就是我这边列出来的 所以其实是 这也可以顺便说明那个 Microarchitecture的落差 好 那这边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做 用PURF PURFState这个工具 去来做测量 那最后这个PURF取得的资讯呢 是来自 来自 PMU 那这个PMU呢 是由CPU提供的内部事件 那你可以刚刚说呢 像这边好 就是有Force Sharing的话呢 它的那个 Level1的Cache 就是那个Cache 密数量多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可以去抑制那个Force Sharing 就是善用前面讲那个 善用前面讲那个 记忆体的布局的变更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 这个影响 就大部分缩减了 好 那注意到这个相关的问题呢 其实很多 这个 你可以对照看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一篇论文 叫做 每个应用 每个城市开发者 都该知道的记忆体 然后呢 因为这篇呢 内容非常长 就是它有114页 然后呢 前几年我们就开始来做翻译 然后就是 那最后这篇论文呢 其实是2007年写的 其实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了 然后 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是希望呢 我去翻译 翻译这本书 然后做校定 然后就是有些内容是 过时了 所以我们就重新来 重新来 来调整 那不过很不信任是 这本书还没有 还在翻译 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起来 一起来做 然后 像这本书啊 这本书就是 这个论文 然后这个论文就是 其实就是讲得很清楚啊 就变成说 像前面讲的 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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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p And Swap 那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对应到 那个Cash影响 那其实这个是 就讲得更 更细致啊 好 然后呢 在前半段的时候呢 我们又跟大家讲这个Memory Order 我们讲很粗略的Memory Order 那接下来我们终于 终于来讲更细的 好 那这个 Memory Order 那跟那个 前面讲那个Cash Coins呢 其实它又就是有 有牵连的啊 那因为我们 我们知道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要去提升CPU的 处理速度 其实不能 一味的只靠提升CPU 就是实脉啊 其实现在实脉已经很难再去提升了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三刃 然后 所以现在的话呢 就是 呃 我们要去 用 加深Pipeline 就是或者调整Super Scaler 这种手段 去提升速度 可是这个东西呢 一样也会遇到困难 所以后来呢 就有很多 各式样的方法 比方说像有些 会叫做 Speculation Execution 像这个 呃 这个Speculative Execution 这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现代的CPU 好像 ARM的 ARM的晶片啊 或是 MD啊 Intel晶片啊 其实呢 呃 或多或少都提供这个 就叫Speculative Execution 甚至呢 连这个MCU 像我手上的这个 就是 MCU等级的晶片 这个晶片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我之前在讲那个 一些像什么 红达电的那个翻盖手机啊 它那个外面的盖子啊 其实上面可能就是有一个 呃 类似的MCU Micro Control Micro Control Unit 然后呢 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即便是那种MCU等级的啊 功耗很低的 那些处理器呢 很可能也有什么 Speculative Execution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呢 它就是去猜测啊 因为呢 我我我我会有分支 或者说呢 我在执行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样 有些 有些指令我可能这样 我可能是 呃 就是就是 我可以先偷偷的先做 某些操作 就是它没有到 但是我可以先做 因为很可能下次有机会 就是你看 就是有点像什么 考完国文呢 你看考完国文可能这样 可能就要交作业 对吧 就是有可能会有这种类 所以就 诶我考完国文 那可能接下来就要写什么 写什么作文的啊 或者你来上这个课就知道了 我们考 我们做了实际测验之后呢 就会有作业 对吧 那个作业内容 往往就是那个测验 测验题 对吧 虽然不是每次都这样 但是很容易发生这种事 所以呢 你就可以这样 诶我在写参加测验的时候呢 在讲解啦 或者在题目在说明的时候 诶我说明就开始写作业了 对吧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你先做 这个叫 就是它其实都 带有益测的成分在 然后呢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件事呢 因为这就是现代的处理器 就是这么的复杂 然后 所以我希望你理解到这件事啊 就是我为什么要 从第一期的观点去讲 因为你可能以为说 林丹克隆就看Source Code就行了 对不起 不行 因为林丹克隆是来解决问题的 林丹克隆 他的存在不是来给你鉴赏的 他就是在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就要知道需求来自哪里 然后呢 运算模式的变更是这样 然后呢 你要了解说呢 安全的议题 你要了解说 有没有什么来自编译器的啊 甚至说呢 有没有来自这种 某些什么Portacle 不管是通讯协定啊 或是说这种 资料运算的 的 的 形态的变化 对吧 像以前来讲的话呢 那个 在 30年前 不是每台电脑都会连上Internet 但是现在来讲 如果 一台电脑不能连上Internet 你基本上不会把它当做电脑 对吧 那这个 这个就对林丹克隆很大影响了 对吧 因为以前呢 Networking是一个 add-on 就是它只是一个扩充的东西 但是来讲 现在 Internet 在 很多 绝大多数的Linus 的装置上 就是一个必要的存在 对吧 所以就要花很多力量去调整 针对什么 Networking 针对这个throughput 针对这个latency 然后 诸词类这些去调整 所以总之呢 需要呢 你了解到为什么 我要花时间在讲这个concurrency 花时间在讲这些低阶的东西 因为这就是Linus Kernel 所利基的点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前半段呢 有讲到这个指令呢 其实会做重牌 但是为什么指令重牌不会出错 其实呢 还是有前提 然后呢 注意到我们有讲 有一个很特别的叫Alpha Alpha叫过呢 是很神奇的 好 之后再讲 然后但是就是 基本上呢 它就是去判断 CPU去判断 指令有没有相应 所以这个是由 这边讲的判断呢 其实是两个层面的 编译器本身在做最佳化的时候 也会去判断 判断说有没有做指令的相应 如果分析出来知道 没有相应的话 就可以去做Uorder 这是编译器的 然后呢 在CPU执行指令的时候呢 也会去侦测 真正说有没有指令的相应 那这个注意到 这有一大堆的演算 就是这个 你在那个 学那个计算机结构 如果你有买教科书的话 那就是 那个通常书会写 但是考试不见得会考 因为你懂了 我们在台湾 哎呀 那就是 就是要满足那些 神气 你儿子是一回事嘛 每次拿这种 对啊 真的 通常我们这些大学教授 都很快就屈服了 我们是服务业嘛 对 顾客用也是对的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CPU的 发挥效率的空间在哪里 就是没有指令 没有相应相应关系的指令 然后 那你看喔 像这个啊 像以UN来讲的话 这件事很酷 你看喔 就是说我们UN来讲的话呢 会有什么 Nordstone嘛 Risk风格的指令 那我们把Risk风格的心脏 好 那我们把Risk叫L 那Store叫X 好 然后呢 因为Risk的Store 它没有 只要没有那个相应的话 我就可以交换 所以你看喔 这边跟你圈圈圈圈圈圈圈 就可以交换 所以 两次Risk可以交换的顺序 然后呢 两次Store可以交换顺序 然后呢 Risk跟Store Store跟Risk 对不对 这东西听起来很 听起来怎样 听起来好无聊啊 然后你看 它叫Risk Model 然后呢 比较小看这件事 有些架构不是这样的 好 先记住这个 这个东西叫Risk Model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讲这个严格一点的东西 像那个S86 S86这件事就复杂了 然后你看 UN的话呢 就是尽量什么 尽量就是给你弹性 对吧 给予这些弹性 就像你高中在干的事情 只要东西没有相应 你就是依据你自己的喜好 去调整 不是说你想修什么就修什么 不行啊 那是大学的时候 勉强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高中的是 没得选择就是要满足这些事 但是你可以依据自己的时间 依据你自己的经历 还有你对课程的重视程度去调整 对吧 但是S86里面呢 它就很严格了 什么东西能够交换呢 就剩下什么 就是这个 先做Store 再做Load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特别啊 这个东西技巧啊 叫做 这个要技巧啊 叫做TSO Total Store Order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在MakeOS 就是Apple Silicon Apple Silicon 注意到Apple Silicon呢 这件事呢 真的是烦死了 TSO TSO 就是注意到 我们前面讲过 Apple Silicon是什么呢 Apple Silicon是以ARM为基础的晶片 对吧 那所以呢 你可能会很容易去联想到 它会长什么样 你会联想到它长这样 是这个对不对 你会联想到它采用这个Relax Model 好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呢 因为Apple Silicon 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跟S86的相容 所以呢 事实上呢 那个Apple Silicon上面呢 是有实作TSO的 就是它会想办法跟什么 跟那个 S86相容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呢 你在Google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好几个 这种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观点字记下来 我不会 就我之后就不会再讲这个 Apple Silicon的TSO 但是它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对那个 你对这个系统很有兴趣 它很重要 那这个 你把它的观点就可以记下来 那所以你看喔 Apple Silicon 还有MacOS 它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作业系统叫MacOS 然后这个来讲话呢 因为就是要希望可以跟 S86的这个原本的应用程式相容 所以你看喔 我们今天讲这个指定节变迁的时候 不是说把这个同样的指定 从这个S86 或是从SSE 转换成对应的 尼昂 或者转移成对应的 这个昂的指定就是要移植 不是 其实要考虑到Meminal Order 因为Meminal Order就是不一样 S86是属于Strong的Oder 然后昂是Week Order 那所以Arm呢 在这样的一个 Relax的环境下 所以你看喔 其实我要在不同的架构之间 在移植呢 其实不是只是指定节 还有Meminal Order要考虑 这也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Apple Silicon 特别做这件事 因为就是考虑到香楼 那这句话我讲了第四次 但是呢 这件事呢 很难 那你反正你可以在这个 Google 你有些趣话Google说 你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讨论 就是这个 把这个讲座 讲这个 对吧 讲这个议题 然后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你从这个里面呢 可以 学到很多 你应该要了解的 但是过去没有想过的事情 好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TSO呢 我把它叫做 叫做Strong Order 就是 它只允许呢 先做Store 再做Node 好 那 那换个方式 就是你会好奇说 为什么 先做Store 先做Store 再做Node 为什么这个情况可以允许 重排呢 这个东西很难玩 你看 就是呢 如果你写入一则的资料呢 如果它尚未完成 然后 然后怎样 就是只有这个Node 其实这个东西是 是没有影响的 好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一个 读取一个操作 没有完成 那之后呢 就要做Store呢 它可能会有影响 好 那所以你看 在这边来讲话呢 这就是 X86它做的事情 最大 这边 你从这张图就可以知道 这两者架构的 其实会不同 UN呢 希望争取 到 让编译器 还有让 那个 CPU架构 有几样大的弹性去做 尤其是CPU架构 它给你很大的弹性 当然 如果因为指定的 那个指定的重排 导致会不同的结果 对不起 那个责任是谁的 那个责任是应用程式开发者 那反过来说 在X86来讲话呢 它希望的 应用程式开发者不用想太多事情 因为会发的指定重排 就只有先做Store 再做Load 这样的一个操作 换个人角度去想呢 你看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读取人会比写路重要 因为Load可以跑到Store前面 但是 这是一个考虑因素 好 然后 大家注意 这个 因为Memory Older 这个Strong跟Older Strong跟Weak 这东西呢 它的行为跟我们讲那个 汉语讲那个强 跟弱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是 对不对 你看 这个 这个 这个S86叫Strong 对不对 不代表说它是 它就是快的 不是啊 不要搞错对不对 它限制多的 所以其实反而那个CPU呢 的弹性是小的 那反过来说呢 On这样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很有弹性的 所以它可能有潜在的 潜在的加速空间 所以我们这边有讲话呢 我们讲那个 Swrong是讲严格 Weak是讲的不严格 那不过更好的一段是 你就是保留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Memory Older 它的特有的术语 好 接着呢 接着接着接着 好 接着我们 上次有讲到乱续执行嘛 然后 好 那我们有讲到这个Memory Barrier 好 那另外这样结束了 没有 我们整件事才开开始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七周 会有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很麻烦的 好 然后呢 这个 好 你看喔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解释过 Coh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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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istency 还有这个Consensus的差异 对吧 然后呢 然后注意到你在用语的时候呢 千万不能用那个Synchronous Synchronous的目的是什么呢 Synchronous是说呢 假如我跟你跑步 对吧 那跑步的话呢 你这个小伙子 对吧 你这个20岁小伙子 跑得比我这个40岁的大叔来得快 对吧 那可是呢 你要等我 对吧 因为你不等我的话 怎样 你可能没有上课啊 对吧 或是你跟我相约出去运动 对吧 你要等我啊 就是你可以先跑到重点线 在那边休息 但是你要等我这个老头子 对吧 不然怎样 不然会有非医学行为 对吧 然后那个就是什么 快的要等慢的 这是要同步带走这件事 一定有能快 一定有能慢 当然有可能会有竞争关系 所以我们要有Mutual Exclusion的机制 但不管怎样 它就是让快的去等慢的 然后呢 所以一旦呢 一旦这个同步可以完成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 最后看起来 会是什么 会是大家会在 呃 一个 大家会有起点 还有会是终点 在同步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一地方是 起点到终点 中间呢 可能会有什么 有人走走停停 甚至有人会倒退 但是呢 最后最后大家都可以到什么 大家可以到终点 这个东西叫同步 但是呢 以机体存取来讲 不是这样的 机体存取为什么不能要同步呢 因为它本上就是不同东西啊 cash就是private的东西 对吧 所以在cash来讲 它是 它要降低主机体存取 但是呢 我在特定的时候 我就是要有cash invalidate 因为我就是要标识说 啊 我这东西是旧的 或者我已经变更了 告诉别人说 啊我已经变更了 我已经成为那个了 对吧 你看这个 马一九先生 对不对 他说 我要去祭祖 对吧 你要去祭祖 为什么不来 不来上计算机组织啊 对吧 计算机组织 其实可以让你头脑发育更好 对吧 这都是这话 对吧 他说要去祭祖 那请问祖先生在哪里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这个是奇妙 那你看到 这个好 我们姑且相信马先生 讲的这个技术是一回事 对吧 可是对岸的朋友 不是这样想的 对不对 对岸的朋友不是这样闹说 哎呦 马一九先生 到了中山林 然后就把我们这些民众 想要去中山林 走走看看的人 就是不走我们进去 对不对 然后不是有一个阿伯 就说 哎呦 马一九有什么贡献 对不对 就问那个公安 你这个网上可以看到那个相关的影片 对吧 好 那就是 那就是个选择 对吧 好 那你看到 整件事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就是 马一九先生他有这些选择 对不对 但是其实会影响到我们 那这些影响呢 他并不是说 大家什么 会有个起点跟中点 那不是关系吧 对不对 而是说我打开 对不对 我打开电视 我打开新闻 对不对 就看到这些东西嘛 那一定会影响到心情 但是但是 我上课的教材 所以说我们上课 为什么要讲政治 因为 其实就是讲这种关系 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但你的生活可能会受到某些的影响 对不对 你看 最近还有什么新闻 讲到肺肺洋洋的肺肺 然后这个这个 肺肺洋洋的肺肺 肺肺成为肺肺洋洋的话题 然后 所以后来我们就要讲肺肺洋洋 然后 然后不以人肺炎 然后这些这些东西 那你看到 就是说我们来讲这些议题的时候 就是它其实各自都有不同的路 所以我们今天讲那个Cohenon 它不是着重在起点跟终点 不是着重在什么快的等慢的 它着重在说呢 它是一个局部的影响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局部影响 但我们来讲的话就是 CPU之间的顺序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讲Cohenon 在于CPU之间的顺序 我们只有在某些顺序 才能够让肢型的结果 是符合预期的 那反之呢 如果它不符合预期 我们就要有个机制 去说这种东西过时了 所以你看会有前面讲的Cash Invitation 所以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这就涉及到一个协定 这时候我们又搬出马英九先生 因为马英九先生讲那个Nug 这些是很神奇啊 他说我跟孙中山先生一样都 跟孙中山先生一样都做过Nug 哎呦这个复杂了 你说Nug是讲罗力吗 罗力控吗 还是 你知道孙中山先生做过很多事 也可能当医生 他做很多事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知道是要讲那个 对 就是在看场阁嘛 因为他在总统府 你知道南京有个总统府 就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去观光 就是南京的总统府很有特色 就是保留一些古迹在那边 他有讲说这个中华民国 什么时候建立 什么时候消灭 那些时候 一些遗迹在那边 所以那个就是情境 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一个Protocol 虽然马英九计论他没有明确讲那个 但是因为在那个场景我们就知道要带入什么 然后在这个CPU跟CPU之间呢 要确保这个Cockerance 其实有很多Protocol 像其中有个东西叫MBSI 还有MOESI MSI 反正这个东西很多 那你可以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 然后 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讲话呢 其实他就是在意这个状态 所以这边在讲话呢 就是会有涉及到什么呢 就是Cashline有新的资料 比主机还新 或者说呢 这个Cashline的资料呢 跟主机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 有两个以上的Cashline有新的资料 跟主机也一样 或者Cashline的东西已经过时 不可使用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快有发通知 所以你看到 以马英九计论这个例子 他说那个Nug Nug是什么 Nug呢 就是不是你知道那个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有一个方式 他说我 对不对 就是要叫你带入 所以 那个Nug 对不对 马英九计论说Nug 对不对 他在台湾讲Nug 跟在这个南京总统府讲Nug 其实不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协定 去填入 这个就是要 依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的期待 对不对 就带入那些词进去 好 然后 你看 对 所以我们就用政治来了解 那个Consistent 理解Consistent 了解这个 两个什么 那个 concurrent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做这些cash操作 基本上都要广播 最重要广播 所以 CPU核之间的通讯 是有成本的 然后你看 我们我们 我们讲那个CPU指令 在执行的 其实它的成本是相对低的 就 执行执行的是什么 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nano second等级的那种时间 有很多执行都是那种 nano second 不用很多CPU周期的 可是呢 今天涉及到 这些 concurrent 其实这就涉及到 CPU之间的通讯 然后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超级简单的图 真正的那个CPU 会有更多 像这个真正的CPU呢 它会额外发一些 像这个IPI IPI IPI呢 其中一个目的呢 就是来做什么 来做这个 那个 catch confidence 然后还有那个 发那个invade date IPI全比较inter-processor-interrupt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很麻烦 然后就是要考虑到 很多议题 总之就是 你先有个概念就是 它是一个很高的成本 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些 就是做到 要让这个什么 要达到coherent 就是 在多核要做到coherent 那对不起 那个代价就是很高 那你要 你要有这个CPU之间的通讯 好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就是 所以我希望讲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理解 为什么讲coherent 而不是讲synchronize 因为呢 它是有什么 它是有前一后果的 我们在一地方是 新的资料跟旧的资料 它没有个绝对的 是非 就像马亦九先生一样 我怎么要讲 马亦九先生 它没有什么绝对是非啊 你如果说 如果说我今天 也 也在 也在马亦九先生所在的 那个什么 南京总统府 就是 我如果是他的随护 我也不敢讲什么鸟啊 对吧 不是我 我就多爱国啊 对不对 我想你讲一些不该话 就 就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就是情境 所以你看 coherent 在意就是情境 它没有个绝对的 它没有绝对的是非 所以更多的时候它是什么 它是标示你的状态 对吧 就是有些话不能讲 对吧 有些话不能讲 然后呢 我 但我现在讲的东西就是我cash 我不能讲 所以他说 哦那个 然后赶快发个 ebrate dates 然后请那个习大大赶快给我一个指教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 你知道你什么 你的状态是什么 哦 cash是最新的 主机体新 你看哦 那这边在讲话呢 以藏图来讲 这个东西来讲话呢 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我就没办法 让CPU跟CPU之间 看到一次资料 对吧 因为 因为你的资料没有分享出去 所以你势必要有个机制 去通知 通知什么 我改了 我通知 通知你做并更 好 然后呢 因为CPU跟CPU之间的通讯呢 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往往呢 在这个现代CPU的设计呢 还会再额外加一个东西 叫Store Buffer 就是说呢 它会缩减这个闲置时间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 speculation speculative execution 对吧 哎 关掉了 不讲 就说我们刚刚在讲 speculative execution 那就是现在 现在的CPU 避免那个CPU闲置 所以他会去猜 猜说我该做什么事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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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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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CFS 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说明 但是我为什么特别想去写书呢 因为我发现里面很多说明呢 其实 哎呀 就是没有把那个前后我讲出来 所以我只好自己写 你看 其实呢 我也是写书的时候才发现什么 这个 CFS 他用的这个理论呢 其实是什么 是来自Packing Network 对 不要怀疑 这个Packing Network 他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Wated Fair Huling 那这个东西在论文34 就是编号34的这篇论文 那这个是2009年的 ,有 当然不是CFS是看了这篇论文才去写的 不是 就是说这篇论文去整理 更早之前的研究 然后你看哦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 他这边讲的这个 这样子吧 你看哦 这边在讲的东西是讲这个 Multiposition Fair Scheduling 那 那这个东西呢 里面就讲到CFS 然后里面他也去归纳出什么呢 归纳出那个 归纳出刚来这些议题 而且呢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那 呃 我们讲讲那个排程器的话 像那个 讲Fail Share Schedule 或是 乐透排程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你在 像这个东西你在那个孔书看得到 然后Fail Share在孔书就 没写 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它都是那种比例型的 这种叫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 Share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用的 动的演算法 其实就是来自内部品 所以这个东西是 很多东西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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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出类伴统的 那只是说呢 柯纳在实作来讲 要额的考量 比方说要倾向用这个 这个 避免 浮点数 用定点数 然后此外就是 它会有一些近视值 因为 为了让实作更 更有效率 然后 然后 在 当然多核的话 要考虑立体就更复杂 好 那总之我希望呢 你了解到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把这些东西 交叉的讲 就是 呃 你可能很不习惯的风格 但是 但是 我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材料 是你自己可以学习的 我先假设你可以自己学习 那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我不会说一个一个讲 而是说 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 或是说 我就强调这东西重要 所以 你看 我Koncler Koncler为什么要花 比较多的时间在讲 我们其实第四周就Koncler 对吧 但是我没有什么要讲 本周有 下周也有 有个原因就是因为 Kernel呢 就是少不了这些议题 好 然后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Stone Buffer 这个Stone Buffer呢 其实它的示意图相对单纯 就是因为 就是说 它就是怕那个CPU的闲置时间过长 所以你看到 新的资料呢 就是把它存在 存在Stone Buffer上 然后 相当于是说我要去变更资料的时候 你看到 因为我变更资料的时候呢 我就先存在这个Bug上 然后呢 之后呢 在适当的时期呢 把这个资料写入到主机体 然后注意到呢 CPU Zero 跟右边的另外一个CPU One 其实它的Cache是独立的 它Stone Buffer是完全独立的 然后但是它中间会通过IPI 去做什么 刚刚前面讲Cache Invented 要发送这些讯息 然后这个发送 Invented 讯息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叫Invented Queue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呢 就是Networking的东西 然后 所以我需要呢 你对电脑要保持这个 保持好奇心 因为很多东西是粗类旁通 然后而且像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一定要粗类旁通 否则你很难在这个领域 做一点什么东西出来 好 然后呢 这个Stone Buffer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 因为写入知道是一个延迟 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写入Cache 我读的时候可以从Cache读 但是我写的时候 必须要这样子过去的 就是要写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成本 所以就会搭配一个刚刚讲的Invented Queue 然后这个是 这个概念 但是呢 好 大家看 我们来看真正安定 我们讲但是 就是要想好 想一些问题 你看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真的很顾料 对吧 就是我有一个初始值 A跟B都全一变数 然后A跟B都是0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其中一个韩式叫Fu 一个叫Bar 这个Fu跟Bar就是 在这个铃语里面就是一个 你可以去查 有一个东西叫FuBar Fu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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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Bar Fu爸爸 FuBar就是个名称 不用太在意 因为我不想用A跟B A跟B的变数已经用过了 所以我就不叫Function A跟B 我就写FuBar 好 那这个东西难在哪里呢 难在说呢 你说这段程式 Fu只是在做什么 Fu呢 就是在指定数值 对吧 就是做DataMove 然后那个Bar的话 就是检查B会不会0 你说搞屁啊 这个B B怎么会是0 对吧 这个东西怎么会成立 对吧 这是什么无聊程式 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无聊程式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不知道Fu跟Bar 是不是在不同CPU执行 好所以主要 今天这个难题在哪呢 今天难题完全不是这个程式 程式的逻辑 程式逻辑呢 个别看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知道Fu跟Bar 在哪里执行 所以你看到 如果CPU0执行Fu CPU1执行Bar 然后这就变成Fu爸爸 穷爸爸 你看到 原本是FuBar 那变成Fu爸爸穷爸爸 在不同CPU核 然后这件事难就难 那什么 哎呀尴尬啦 这件事呢 就会涉及到Cache的状态 所以你看到 我们刚才在讲那个MESI 然后还有MOSI MESI 反正这都是什么 Cache Cache Coquence的那些Portacle 然后呢 这边困难的地方在呢 就是你要搞清楚说 他们的分享状态 所以你看到 如果A 变数A 它是分享的 分享状态 然后呢 变数B 在CPU Zero是已经变更了 就看到 所以看到 讲到这个 在另外一个CPU 那个变数B 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变更了 然后呢 在变数B 在另外一个CPU 是什么 是标志成Embed 然后呢 这件事呢 就很困难 就是会涉及到广播 因为 所以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因为它有一个标示Embed 就是说 我要什么 广播说 我要去 我要去 我要 这个资料变更了 我现在是旧的 所以我要去 得到一个新的值 所以就需要CPU 跟CPU之间的沟通 所以不要让个 比较小的就是 所以这边就是 叫通讯 就是涉及到 刚才讲的Internet 然后呢 这件事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好几个步骤 请你看 1 2 3 4 5 6 7 8 9 请你花这个时间去看它 然后关键的地方 再来说呢 因为它就不再只是一个读取 跟写录的操作 不是那么单纯 因为你要涉及到呢 要看对方 有没有处理 这边强烈坚定说呢 如果你看这些东西 觉得很困惑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你以前学电脑 我怎么学的 其实就是 这些东西就是有关联的 因为它就涉及到 它不是一个 还记得我刚刚讲的 Dex Argo 就是 我真的不晓得你以前怎么学的 但我高中学的时候 真的很神奇 因为我 我没有概念是Internet 我没有概念说 它可能会 每一个叙述 每一个指令之间 可能会有很长的 很长的等待 或是说 根本没办法再去往前 但是这件事 在Concurrency 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Cash Invitation 是一个很高的成本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当然你回去要自己看 看那个细节 那我只要跟你讲什么事情 就是说呢 这些都是需要 这些都是有代价的 也就是说呢 即便是这么无聊的城市 因为复跟Buck 可能在不同的CP核执行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A跟B的值 跟你预期是不同的 好 那 如果我们想要 让它得到我们预期的结果呢 我们势必要有个机制 所以要有个什么机制呢 这也是有趣的啊 就是看到 还记得我们讲那个Main Barrier Line 我去确保说呢 A跟B 这个 就是你看哦 假设呢 A 就是把E指派到A 跟E指派到B 这是两道指令 当然有些 在某些情境可能会有更多道指令 有些假设它就是一道指令 然后你看哦 这个原本呢 原本的负 注意到 这个指令呢 是可以对调的 而且是对调麻烦就是什么 编戏器可能会帮你做对调 然后呢 这个 CPU有可能帮你对调 那编戏做对调有个考虑因素是什么 因为呢它可能会侦测到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是assert 那你知道assert它是一个具体 这个具体有可能怎样 有可能会 就是 你看assert 那有一个叫做 n-debug 就是你要念成no-debug 但是写的时候要叫n-debug 反正这个东西很讨厌 就是 看maypage 就是那个 Ubis就很多东西是这样 简化的简化很讨人厌 好 这个assert 好 注意到assert是macor 各位经验 它是macor 然后呢 这个既然它是macor 就表示什么 表示大家有可能会被 有可能有机会被改写掉 然后再对他讲话 如果呢 你再定义一个macor 叫做n-debug 而且这n-debug是在assert之前 就定义了 那这样的话呢 assert就没有发挥作用 就是相当于是 就是前置处理器 就会把这个叙述 直接变成空空的 空空的东西 那反过来说 如果呢 没有这个no-debug 最大部分 念一次 它叫no-debug 但是写的时候要写n-debug 你不能念n-debug 那你要念no-debug 但是写的时候是这样 很讨厌 那一旦有开no-debug的时候 那这个assert就没有 反之呢 就是在知音时期会去检查 如果里面的expression 的叙述不成立的话 你就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叙述 你之前在写n-debug的时候 可能已经看过这种讯息 然后呢 就是编辑器呢 它可能会考虑到 假设n-debug打开了 no-debug打开的话 就是已经定义了 那导致呢 这一个叙述就没有 就是无效的叙述 就是它这边空的叙述 那所以呢 这样来讲话呢 就是B 所以呢 这个编辑器有时候 它就会重排嘛 反正就要存掉B 所以它就把先做B的存取 然后但是呢 这件事呢 因为有可能在不同的CPU核是在执行 所以导致呢 它的顺序 会影响它的结果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话呢 就要去明确去使用 这个Main Barrier 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的 Main Barrier 其实呢 在单核 其实就是Compile Barrier 就是抑制编辑器最佳化 但是如果说在多核的情况下呢 就是有可能它是抑制编辑器最佳化 而且搭配Fence Instruction 搭配这个CPU的对应的指令 确保说呢 这个指令就不准重排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前面在讲啊 就是为了要减低非必要的等待 降低非必要的这个闲置 所以有个Store Buffer 然后呢 这个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因为呢 这个Invalid 其实它的发生机会是很大的 因为Store Buffer可能很小会填满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 你看嘛 就是说 你像写录资料的时候 叫某个人去帮你写 但是他可能这样 他已经 他已经写满了 写满啊 所以他来帮你做某些事 就像什么 有点像说你去 比方说公司有总机嘛 对不对 就是总机或者公司有助理 帮你做某些事 帮你去跑腿 比方说帮你去联络什么的 或者请西班小姐去 去帮我送公文 但是问题是西班小姐送公文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帮你做事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到了某个地方送公文了 所以通常做法就是 他已经累积一部分公文了 那他下班前帮你送过去 或者说他中午吃饭前帮你送过去 可是他中午中就会吃饭了 可是不代表说你中午 中午 不会有别的事 所以 你往往还是需要什么 还是要等待 所以问题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解决呢 就是再加上一个 额外的一个Invalid Q 这边有一个Invalid Q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 就是呢 就算那个Stone Buffer满了 我还依旧还是可以运作 然后呢你说 欸这东西 不够饿了 不要怀疑这件事 不要怀疑 这件事呢 其实很麻烦 因为呢 它就让上面流程 更烦了 所以看到原本呢 这个你要细看 原本Stone Buffer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的步骤就很多了 那现在我还有一个Invalid Q 所以可想而知呢 这中间一定有更多的操作要做 然后呢 你说现在处理器长什么样 原则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变形 不会是一模一样的样子 不用一模一样的架构 一定会变 然后呢 它还有行为感 所以总之就是说 那我希望你要有个认知 就是我现在讲这个 Atomic 讲Main Barrier 我希望你了解到就是 这些代价 Invalid成本是非常高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 一天到晚加上Main Barrier 因为你一旦加上Main Barrier的话呢 处理器本身就丧失了 调节的 调整的弹性 那其实就会直接一场效率 然后呢 这个 好 这个上次讲过了 好 好 那接着呢 嗯 这个其实你自己看 这个其实上面 讲的时候有稍微提过 像这个Invalid Q这种 然后 嗯 来看 好 那像那个Under架构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Under架构 因为Under架构 简单很多 跟S86比起来简单很多 S86很烦 你再回来看那个表 很烦的 就是你不能只是记那个指令的名字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说 像我有个大学同学 他现在在Intel工作 他在Austin 就是在Intel 那个他们的设计中心 在那个Austin那边 他就是设计CPU的 然后很酷的地方 他是设计CPU的 他就他 他有一次来写信给我 问我说 问我说类似的问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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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就是 就是叉叉叉的 这个Intel Intel这个指令 到底在写啥小 对不对 他是Intel工程师 而且他是设计CPU架构的人 他就跟我写信 不是在诉苦的 他就是 他就跟我说 这个东西在写啥小 对不对 就是类似这种话 然后就是说 他就请我帮忙说 这个Intel 呃 光是这个Compare is Change 他就有这么多不同的模型 他请我帮忙说 看什么呢 看说Intel 看那个 Linus 然后那个 呃 当然MakOS MakOS也有Source Code 就是Linus有Source Code 可以看 MakOS的Kernel也有Source Code 可以看 他就请我帮忙说 就搞清楚说 这些作用系统 到底怎么用Intel的指令 也就是 你要知道Intel自己设计CPU的人 他都搞不清楚自己的指令 到底什么 到底要写啥小了 对不对 就是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的支柱很烦 有加弄的跟没加弄的 行为都不一样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 这个还不是最新的嘛 这只是其中一款 所以呢 如果说到更新的人的话 就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他那时候 我大学同学跟我沟通就是 他想要 他想要就是 像是写一个内部的Note 或是写一个内部的圈里 比如说这东西常用的形式 跟不常用的形式 因为Intel的处理器要相加相容 反正 总之就是说 就很多那种狗屁倒灶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探讨的时候 以那个 ARN的架构为主 因为 因为实在是 S8就实在太可怕了 好 然后呢 好你看到这个DNB 那这个DNB是什么呢 来看 这个DNB DNB呢 然后跟它相对的 就是它有什么DSB 好 ISB 然后呢 像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叫IS 就是Inerturable 就是说 它会去标示说 这些资料的分享状况 还有就是 它会 因为 UN的架构还记得嘛 就是说 它的是最有弹性的 就是 不 不是最有弹性 在Week Meme Order 它的弹性很大 所以像那个 S8是用TSO 那 Apple Silicon 为了要考虑到那个 相容性 尤其是它的Loseta Loseta 2 做那个Bunday Translation 就把 S8的指令转换成UN的指令 所以在MacOS上 它是有开这个TSO的 但是呢 在UN的设计来讲 它是可以给你最大的弹性 它是用RUX Model 然后呢 麻烦你做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 如果是RUX Model 有可能会遇到 刚刚讲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UN来讲的话 它有额外的指令 可以去抑制 抑制Reorder 然后所以像这个 像这个DSB加上ISH 就可以抑制Loseta 2的Reorder 这个冲击就很大 然后呢 当然这个东西就是 可以确保的程式的指令的执行 我们不会讲程式 我不讲指令 又更明确 指令的执行就不会有重牌 就是Loseta 2就不会有重牌 但是这个东西对效能就会有影响 所以来讲的话 就是它有个 可能选 比如说这个 叫什么ISHLD 这个有相关说明器 你去看 就是UN的Map Barrier 然后 然后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讲这几个 123 4 5 6 注意到这个呢 是C11提供的Memory Order 先跟你讲结论 结论就是 这个理想很 理想很丰满 现实呢 现实没有骨感 现实很难说 就是C11定了这个Memory Order 它有这个 刚才数过有6个 但是很悲剧的地方是呢 因为编译器 有可能没有照着这个C11的标准来做 这是一个 再来是呢 编译器就算照着标准来做呢 这个底层的指令集呢 不见得可以符合这个语意 这边 这边就讲这个不同的 我们称为叫Sematous 就是语意 就是我有个期待 但是因为底层的这个指令呢 就是因为毕竟是C11 它应该能够在不同的C11上可以执行 但是很不见的地方是 你底层的CPU的架构不见得 有能够符合这个语意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是编译器供应商问题 一个是CPU指令问题 因为这样结束呢 没有 还在涉及到编译器最佳化 编译器最佳化的时候呢 往往呢 它会有很多手段 它可能比较近 比较激进的 但是呢 编译器在预想的话 就是说 不管做多少最佳化 最后执行结果 应该要跟没有最佳化的状况之下相比 应该要得到什么 一样的结果 然后不要小看这件事啊 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其实很难能达到的 因为很多编译器最佳化的 会充足到 那讲的更明白就是说呢 如果我总是只能用创的order 那其实我很多机会就丧失最佳化的空间了 在编译器的最佳化的层级就丧失了 然后 但是呢 你又不可能永远都是relax 不是relax的话 其实这样 就是会让编译器跟 微处理器充分发挥的调整空间 但是有可能会得到完全非一起的状况 好 那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几个order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个relax的order 然后我们再讲一个另外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呢 叫做sequentially consistent 然后注意到就是说呢 它就是 这个东西呢就是最strong的 最strong的order 所以看到注意到这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最relax 对 一个是最strong 最weak 然后底下是最strong 这是两个极端 然后呢 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然后设定不同的 给予不同的规范 然后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刚刚讲过了 就是说编译器 可能没有完整实作 或者说呢 底层指令 指令仅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应 好 然后呢 你看哦 介于relax跟sequentially consistent 之间的那些man order 就是还有限制啦 比方说 就是吧 后面存取的指令不能重排到这些指令之前 类似那种要求 好 然后接着我们要 要探讨的东西 就是acquire跟release 然后 会有个东西叫acquire 另外一个东西叫release 哪有acquire加release 就是讲这个 注意到我们用一个字叫寓意 那这东西涉及到可见 还记得我们在讲 这个并行和多指令设计 我们有讲执行顺序 执行顺序 执行顺序就跟这些是有关的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个式意图呢 就讲这样 最strong就是这个 sequentially consistent 然后最weak呢 就是这个relax 然后还记得刚刚讲那个 acquire release 对不对 acquire release 然后加起来叫acquire release 好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们下周 下周他会更深入的讲 你这边有点概念 先有概念就行 然后 然后麻烦那边什么呢 就是也因为编音器的限制 所以这个 其实有些教材我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一阵子 但是我也是去年才开始讲这个部分 也有很大的原因是编音器不争气 就是这个 但是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 各位用的这个编音器 就是基本上你装ubuntu Linux 像我这台电脑是什么 我这台电脑是 有个名字叫 有一个 有一个 叫什么 lsb 对 有一个叫lsb release 好 这个刚刚没有 欸 可恶 我去拿in lsb 这个 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现在用的是ubuntu Windows Linux 22.04 然后呢 如果你跟我用一样的 这个是22.04的话 你看GCC是到哪一版的 就到 11.3了 这个很新的版本 就是那个 够新的 所以这些这个 呃 刚才这个问题就不是太大了 但是在这之前其实会有很多奇怪的问题 然后 注意到就是说Linus Kernel呢 其实在2006年 还有更早之前 还有更早之前 其实就讨论 2016年前后呢 其实就花很多力气来讨论说 要不要全面以往 CNNN 其实就是为了要服务那些语义 好 之前呢 很大的阻碍就是 来自这些编译器 好 然后来自这种 呃 这些sematics 跟 呃 跟程式的对应 这个是一个 很 很大的一个议题 好 然后 呃 然后 对这个 就是 就是 就会有这种东西啦 这个很烦 这个下周讲 好 然后 好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好 你看哦 就是这一段程式码 就是这段程式码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 我想要做那个 呃 做这个 publisher 跟subscriber 然后你看哦 这个 就是一边在发布讯息 一边在 诶 这是发布 这是订阅 对吧 一边发布一边订阅 所以你看哦 我发布订阅 这个订阅之前 我在说我要求订阅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你是订阅 订阅知道是谁之后呢 开始呢 去 你看 一来一往 你要求去订阅 我说订阅成功 然后呢 这边说 我要看东西 然后就 一边发要求 一边回来 然后你看哦 这个东西呢 乍看这种无聊 就是说 那不就一来一往 又不是打乒乓球 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这东西呢 哪里的地方在哪里呢 因为呢 指令之间呢 它会 我可能会来讲 重排 而且前面不是讲到 stop buffer 跟embeding cube 那些东西呢 都会导致 止息的结果 可能 并非预期 好 那你看哦 像我这边来讲话呢 在我们这边的讲话设定的release model 对吧 release model就表示它是最weak 最weak的order 然后你看哦 我们在直接去A 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值 我把它设定成 我把机体某个地方 某个地方的内容把它设定成1 这个东西无聊 对吧 答案是呢 接着我们就要做stop 对吧 你看哦 你看我就是 你看我设定了 然后呢 我就是要stop stop是什么 stop说 什么 已经订阅了 已经发布了 我就已经发布了 写我已经发布了 然后另外一个执行序呢 叫b 那这个执行序在做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去尝试去载入 载入说 到底这个讯息发布了没 然后呢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就是 这边来讲的话呢 stop跟log 都是relection model 所以它 允许呢 允许呢 你做什么 做reorder 好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明确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加一个 Face 对不对 所以这边来做 注意到不要想看这东西 这个东西呢 确保什么 确保它的顺序 就是说 这个 数值的指派 资料的指派 跟 store 这边store publish 这个变数 不会reorder 注意到 不要想看这件事 通理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我今天去检查一个数字的时候呢 也会有个什么 也会 编辑器跟 编辑器跟CPU 都不会做重排 不会改变它的顺序 好 可是你看哦 如果呢 我把Face留着 注意啊 Face留着 然后 然后呢 诶 这边的 这边的这个 Face 这边的Face也留着 好 那你看哦 问题出在哪里 好 认识看这东西啊 诶 这第一行不用看了 第一行这一样东西 我们就不看了 上面A跟B 认识看哦 大家来找查 来看看哪里不一样 在这里 就是Stone 就是说呢 对你来讲话呢 诶我只是改变一个变数 变数值 对不对 然后说 诶我就是插这个 然后注意到 这会导致呢 后面的操作有可能会失败 那你说 靠那我以后怎么写程式啊 对不对 就是 只要有多指引去了 就 就可能会出错 那么就是有没有觉得 头脑快 快 快晕了对不对 那休息一下 不是 让你想一下 所以你要想 就是说 这件事呢 其实呢 比你想的麻烦多 因为你可能以为说 城市复杂 让你看不懂 很多同学会说 老师啊 这个东西我看不懂 老师你给的红灰素看不懂 真的是红灰素看不懂吗 不是吧 只是你还没有认真看而已 对不对 多半的时候呢 认真看 其实可以看得懂 但这个不一样 这边城市嘛 天啊好短啊 对吧 短到 短到我不需要检验 但是呢 你看我只是一个 这个 Store 没有用 就是 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储存 我没有用Store 来做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用 AtomicStore 就可能会失败 就是在检查数字的时候 可能会失败 对不对 不只啊 就是这边的 这边的LowStore 我什么 我不用特别去标示它的Memore Order 用这样的话呢 就可能会导致失败 然后 这个的问题就在什么呢 就算 你看哦 就算用了这个 指定了它的Barrier 但是因为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没有答应对应的 对应的 对应的 使用到 Memore Order的Fence 的Barrier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Linux一直到今天为止 都还没有全面导入Memore C11 model 然后画一个方式来想 其实写程式真的很麻烦 所以这个C11的 Atomic C11的Concurrency Model 其实受到很大的批评 其实它就是 就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难说 然后 这个Volator 请你自己看 就是 这个 有讲的一些关联 然后 好 那注意到这篇文章呢 请你看 就是在Linux课筒里面 就是有篇文章 就是Linux课筒里面 内建的文件里面 就有一篇 其中有一篇 就是说 这个Volator Type 其实很容易被误用 因为往往 这个Volator 是为了要 避免Compiler 这些存在 然后在Linux课筒里面 这个东西超重要 就是讲这个 Read once 跟Right once 把机下 这我下周要来讲 讲多一点 Read once 那Read once 跟Right once 这个在Linux课筒的时候 大量出现 这个很 很狂的 给你欣赏看看 给你欣赏看看 Linux课筒里面 到底有多少行 Read once 因为卷了久 我趁机又可以来喝水 我水喝完都还在卷 你看卷了好久 你会好奇 到底出现了多少次 又可以喝水了 还没结束吗 搞屁啊 五千多次啊 太可怕了 Read once 出现五千多次 那Right once 我就不查了 反正就是 这个东西 出现太多次了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讲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注意当 这个东西的存在呢 是Main Barrier的一个形式 但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来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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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iler Ultimate 这些带来的 reorder 然后你看 它这个 它定义在这个header里面 那最大我们列出来的程式码 是做了一定的简化 其实真正的程式码 其实是复杂 复杂一点 然后顺便来讲 在这个 你应该已经看过 Linux Kernel Source Code 里面的 Include Linux 这个目录 Include Linux 这个目录里面呢 有一些东西是你熟悉的 比方说这个 比方什么 List.h 这是你熟悉的 然后呢 再来是像那个 Hash 对吧 就是那个 Hash.c Hashtable.h H 还有Hashtable.h 我想这个 你能够上课上的 现在一定看过这个东西的 好 那这个东西是你 已经熟的 但是注意到它的目录 这个目录是个ASN Genetic ASN的 表示什么事情 注意到ASN Genetic 不代表里面都是组合元的 其实里面 其实有很多都是西元的 来来看看 你看到 Beat Ops 就是Beat Aggression 你看到 这上面其实 其实都还是西元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像 像这个 你看 其实还是西元 所以注意到 这个目录 它叫ASN Genetic 它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首先我们就要看 到底有哪些目录是用ASN开头的 好 你看到 其实在Include目录底下 只有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ASN Genetic 然后 你这个东西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 它其实这个东西是提供一些 低阶的 低阶的操作 然后这个低阶操作 有可能被替换成 architecture有关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举例来讲 比方说 Beat 里面有个Beat Ops 像这边Beat Ops 里面 有一些东西是你熟悉的 像什么 像那个 像这 像这 你看到这东西 有概念了吧 Find First Beat Set 叫做什么 Find 就是FFS 然后这个东西 实作的方式有很多 对不对 这个方式可以用什么来实作呢 可以用那个 可以用那个 对 可以用那个西游记来实作 对不对 就是这个 FFS 这个叫什么 Find Last Set Bit 这个东西可以用西游记来做 但是有些CPU架构可能缺乏西游记 怎么办 没有西游记的话 我就给你西游记 诶 没有西游记我给你西游记 对不对 你不觉得很有趣 很好笑吗 其他人要笑 然后呢 我就给你 我就给你 就给你 对不对 我就给你这个 对不对 我就给你这个 西游记作 就是说如果硬体有指令的话 就用硬体的指令来做 如果硬体没有指令的话 就用什么 就用这个 通用来做 所以这个 ASM Genetic 就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操作呢 它是定位成低阶的操作 但是呢 这个低阶操作呢 有时候运用的层面呢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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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 很广的啊 比方说呢 在我们的书里面呢 就有讲这个 叫做什么 叫做Schedule 底线 Find the first bit 那这个东西呢 是来搭配那个 搭配我们的排层器 排层器 又来讲我们的书了 所以看我们的书啊 讲东西很多元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怎么强调那个B-wise 这个其实都是千里把动全身的啊 就整个课都是这种风格啊 就是 就是这样 千里把动全身 找了好久 终于找出来了 害我误以为我们的书好像写了很多页 没有哈 就是说呢 在这个 在Linux Kernel里面啊 我们讲那个O1 O1 Schedule的时候呢 O1 Schedule的时候 有提到一个 一个这个韩式啊 那这个韩式很有意思啊 就是它可以去加速 加速特定操作的处理啊 这个是在 这个我们之前有要求大家 去看的进度啊 就是我们要求大家去看这本书的 第一章 还有第二章 到2.1到2.3之间啊 那这边的话就是讲那个 一个在CFS出来之前啊 有个叫 Big O1 就O1 Schedule 然后呢 它就用到这个叫做 Find First Big Set 然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就是怎么做 就是用 FS来做 所以看到 FS呢 又可以用什么来做 如果硬体有 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Build-in instruction 就是假设你硬体有这个指令 比方说像那个 ARM也好啦 S86也好 都有类似BSR 或是CLZ 这样的指令 然后呢 反过来说呢 如果 如果 不具备这样的指令的时候怎么办 就退回去 用 刚才看到的那个 系列版本 我相信你上个上线 应该就已经亏了 好 那这个东西你看 它就提供给谁用的 提供给Schedule用的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Inline function 从头到尾就是 给Schedule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这样 对 你看它就是最主要用 就是用在 用在 Schedule里面 好 然后呢 然后你看 就是 在这边Really Once 也是类似的 它就是 定义在这边 然后如果说你的 CQ 架构 可以改写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GNET 换掉 好 你看它的用法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用到一个Vodicum 然后 注意到这个 其实 扣掉前面的形态 对吧 你发现它其实 它只是取值 对吧 你看它最主要就是 取地址 对吧 就是那个 Address of 注意到这个 这个不能念end 够念识 Address of 它是一个operator 好 然后呢 Rewise的话 其实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去读取 读取 给定地址 我去读它的 读取 读取 给定地址 对应的机体内容 然后你说 为什么要特别包个 Rewise 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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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句集的话呢 编译器呢 有可能会把他们指定重牌 然后你看喔 像这边来讲话呢 呃 我们来看看 编译器做 为什么要做重牌 不是为了假会 你看喔 这个有个A跟B I跟J 然后你看喔 我把I指派到A 然后呢 再把J除以16的结果指派到B 然后呢 神奇的地方发生呢 注意看 注意看这一段 神奇的地方发生什么的事情 就是呢 它产生出来组合员长这样 那你说我组合员不懂 但不用担心的 这边组合员不懂也没关系 因为你从到尾你只要知道说呢 这个 读取的 这个 看注解就好 诶 你看奇怪 这边是什么 明明就是先I再J 对不对 那为什么后来会变先J再I 因为编译器发现什么 编译器发现 注意一下 要可以追加法 因为这样的话呢 可以怎样 产生比较短的指令 比较少的指令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那个 呃 神总共的 instructional latency 也会最小 依据它的策略会得到最小的结果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这就是编译器最佳 它会把它重排 所以这些有个问题啊 因为你会预期呢 I先读 然后呢 再读J 但是编译器最佳的话 就给你感情顺序 所以这遇到东西怎么办呢 对不起 那你就是要用很麻烦的东西 就要把那个WALTO拿出来用 然后呢你看到 用这样子做之后呢 就是读取的时候呢 都加了RELO ONES 就像这个 然后编译器呢 就不管乱搞了 就是先读I 再读J 那所以呢 这个编译时期的 顺序就被决定了 那可是呢 这个问题还有 所以呢 这个问题还是在的 因为呢 现在呢 只确保 I一定在J前面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一直讲执行顺序 因为会改变执行顺序的东西 多的是 这边就是一个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很烦啊 对不起 CPU更烦了 然后呢 这边呢 关于这个部分呢 CPU的规格是有讲的 所以为什么你要读书啊 好 这边呢 就跟讲什么呢 就是西云的规格书呢 它提到一个东西叫 Sequ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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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 它会跟讲说呢 其实它这个前后的这个顺序 就是我们在 就是这个 就讲了这个Sequential 然后 这讲西云规格书很难读啦 而且它读的时候 你在读的时候呢 就会就是 会有那种参照来参照去啊 所以有个人又没想懂 然后后面又参照到 或者说 讲前面的后面 就参照到后面去啊 然后就变成说 你就跳来跳去啊 然后但是呢 我希望呢 你认真去看西云规格 可以收一辈子啊 因为 因为里面很多思考的事情 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啊 然后你看到这边在讲话呢 这个 我们在意的地方就在说呢 它的那个顺序问题啊 但是其实呢 在西云规格书来讲的话 它根本就没有 很明确的 明确的说它到底是吧 一定是什么顺序在先 然后在后 它又只有讲说呢 表示是 在讲那个sequence point之前 影响不能让影响到后面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来讲话呢 编译器 因为最佳化 有可能做了这个事情 先做出跟你 程式的行为不一样的 就是行为是不同的 但是说这东西有什么影响 哦 这东西影响可大啦 哦 因为呢 指令有可能会怎样 有可能会交错 也就是说 我今天 是先 先接再I 哦 但是 那请问另外一个到指 另外一个执行序 会不会也做这样的变更 哦 就是 你原本预期是先读I再读接 但是编译器就产生不同的结果 所以一旦呢 你一旦有interlimit 在concurrency 很容易遇到这种interlimit 一旦interlimit的时候呢 就变成说 你预期的会不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Linus kernel里面 有很多程式码 都会有什么 可爱的read once 啊 那我们找一段 尤其在那个driver的程式码 超多的 还记得刚刚那个纸牌 我们找那个什么 找那个 read once 有5000多个地方 然后5000多个地方呢 其实有很大的比例呢 都是在 就是在driver 你看哦 5000多处 其中呢 有1000多地方呢 在driver 就是超过五分之一 是在drivers 那你会好奇啊 在柯 就是在柯奴这个部 到底占了多少个 一样来看 这个相对来讲是很少 就是 就是所以可以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就是跟那个 这个呢 使用呢 就 就 就是要很小心的哦 好 然后 呃 但是 但是你看啊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就是 就是 坎派层级的啊 好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下周讲 好 好 那我们下周会来讲那个 呃 讲那个lock free 跟weight free 好 然后我们就快速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上面有讲到这个 呃 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对吧 然后呢 呃像这边的话就是 单一生产者单一消费者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单一生产者跟单一消费者 好 他的执行是 卡克人 好 所以哪个地方不是说 呃 很多执行序 你看到 生产者跟消费者 对吧 好 你就算呢 这两者呢 就是只是什么 只是只是一个生产者 一个消费者 但是因为在执行的时候 有可能是这样 会inter living 就是会交错 好 所以 光这件事呢 就让你很大的困惑 好 然后呢 注意看哦 这边的程式码 跟你先写他的程式码 有没有发现很大的不同 对吧 这边程式码呢 你看 你以前在写那个 你以前在写那个 生产者跟消费者的问题的时候呢 好来来来 等一下 怕你忘记一个东西 生产者跟消费者的 有一个问题的 有一个很关键问题 是bonding buffer的问题 bonding bonding buffer bonding buffer buffer bonding buffer buffer 然后呢 这是什么 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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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我们讲生产者消费者的问题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叫什么呢 叫做bonding buffer problem 注意大家这些东西 很多初选的就是 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啊 你看又出现Dekstra Dekstra 1965年的时候干了很多事啊 Dekstra 是Dekstra先做的 Dekstra在1962年 又做出来 真的没有发表 后来Dekstra看过之后 就发表 同一年 Dekstra又发表 生产者消费者 这个东西太经典了 然后包含说 可爱的P跟V 要进入他是哪里人 他是GoDutch 对不对 荷兰 正确来说应该讲 尼德兰 尼德兰人 所以这就是尼德兰语的 那个 那个 好 那你要知道一些事啊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Bounty buffer problem 详细的状况 请你去复习 因为这个 本来你就该懂的东西了 但是我知道你可能忘记了 但是过来拿去复习它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刻 你会觉得很难 因为你的基础很脆弱啊 然后你看 就是 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 Lean buffer 那我们如果要去做个Lean buffer 你可能很难 你会想到就是说 我就是要去描述它的那个 Head跟Tail 怕你忘记什么叫Lean buffer Lean buffer Lean buffer也叫做Sucule buffer 这个Sucule buffer 看的图就知道 它就是一个环状东西 对 就是这个环状东西 然后呢 它有动画 就是 就是 蓝色是做绿的 然后呢 红色是做写路 所以我就是给你配置一个空间 然后呢 抽到就改变这个 Reed 跟Right的位置 注意到这个 为了避免误会 我们不把它翻译成读指标 听起来很奇怪嘛 写指要听起来很奇怪 你把它翻译成读的位置 读取的位置 跟写路的位置 因为这边讲的Point主要的意义是 讲位置的意思 好 然后所以你看到 这个Lean buffer的重点就是在说 它是一个固定的空间 然后呢 我藉由呢 控制我的Head跟Tail 或是Read跟Right的位置 来决定什么 决定它最终的长度 然后呢 当然如果说你 后来你看 这边重叠的话呢 就表示 把旧的资料盖过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Lean buffer 所以你看到 你一起会看到一个Head跟Tail 对吧 你一起会看到这个东西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有没有发现很奇怪的地方 Watermark 对不对 你说这不是浮水印吗 对不对 不要怀疑 那浮水印就是你知道的浮水印 对吧 就是什么 就是你去干图的时候 你去偷图的时候 不是人家说 这是我的图 不要干走 或是加一个可爱的说 这是什么 来自什么 或是看别的干图 古阿末去 就是什么 三分钟看完 铁达尼号 那底下就要加一个古阿末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Watermark 你说 写程式跟Watermark 什么关系 你看 这是第一个让你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第二个是 它跟Mask 什么关系 注意到这个Mask 跟那个Bwise操作有关 然后最选的地方是这个 对不对 竟然跟Align有关系 这个东西为什么跟Align有关系呢 经由前面讲那个Force Sharing 你应该发现 这件事跟什么关系有关 跟避免Force Sharing有关 所以即便呢 上面的这个结构呢 它其实占用的资料量不大 但是呢 为了要避免Force Sharing 所以呢 就是想办法去Align Align什么呢 一个Cash Line的大小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可以避免Force Sharing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是Producer 然后Consumer的程式嘛 那其实也做什么 Alignment 一样呢 它就是 避免什么 避免Force Sharing 然后呢 奇怪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诶 这边没有看到Watermark 所以你看Watermark在哪里 Watermark是在 那个放在Producer 那Consumer要不要写呢 其实也可以加 但是演算法不同 底下有些说明 这种下周的任务 然后 所以我们下周呢 就会看看真正的程式嘛 所以主要 就是 我们下周呢 会介绍一点演算法 但是这个演算法 跟你学的演算法会不同 因为过去的演算法 你在一地方是 比较排序 比方说二元 二元搜寻数 然后呢 你会去 看这个红归数 对不对 或者说像那个 像这个Hashtable 然后那Hasht function怎么设计 过去会在于这种事 但像不同的地方是 你要自己想这些程式款交错 有可能会在不同壳 会导致发一些什么 Embed dates 所以我们要去降低那些的冲击 我们要写出的不只要正确 还要高效 呃 没有到高效 就是我们要正确 而且呢 效率不差 主要还没到高效 高效是很后面的事情 所以你要不要小孩子 就知道 误差本身就更超级难 因为像前面讲的 那个Cash Confluence 成本很高 所以如果说你的 呃 你的程式码需要频繁的做 Cash Confluence 就意味着你的程式码代价是极高 那这样的程式码呢 不可能会有好的效率 反之呢 如果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很 就考虑到这些议题 像看我们就避免Force Sharing 然后呢降低非必要的那个 Cash Confluence 的操作 这样的话呢 虽然我们的程式不仅仅会快 但是至少不会夸张的慢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下周会谈谈的 然后呢 呃 你看哦 你可以快速浏览这程式吧 你看哦 在我们在做这个Rubuffin 我们做这个DQ 那你看哦 这个DQ呢 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个里面 诶 你预期应该要有个什么Mutex Dark 对不对 你发现没有Mutex Dark 对吧 然后呢 同样状况呢 你看哦 你看DQ是什么 也没有看到 也没有看到 什么Mutex Dark 对不对 但是你反而看到Atomic 对 不要怀疑哦 就是说呢 我们刚才前面还记得 有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种 Atomic Instruction 是一个什么 是个非主色同步的基石 就是说我们下面看到 刚才看到的程式嘛 就是Single Producer Single Consumer 或者说Multiple Producer Multiple Multiple Producer Multiple Consumer 反正就是说这些不同的情境 但是我们着重的地方就是Lockless 也就是说Lock跟Lock之间不能相互影响 不能相互干扰 从而降低Lock之间的竞争 我们这种叫Lock Contention 注意到我们讲Data Race 我们讲Race Condition 对吧 是 那个是竞争 但是用了个字叫Race 什么Race 就是什么 就是我跟你如果都是年纪小伙子 我跟你跑步 就可能是什么 就是不分伯仲 所以注意到我们讲Data Race 是怎样 不分伯仲 可能一下是你 一下是我 当然有可能我持续领先 但是某个状况我不可能摔倒 或者是类似的状况 反正有很多不同的情境 但是它就是在一次伯仲之间 知道 我们讲Data Race 或者Race Condition 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很可能是很大的基础 是某一个状况 但是也有可能某一个另外一个状况 然后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讲 那个 讲那个Lock Contention 那Lock Contention 它就是更 就是 所以 不会叫Lock Race 它会叫做Lock Contention 这个Contention 你可以去查英文字 英文字典 这个字很难翻 这个字呢 就是我们 如果前面加Lock 我可以把它说 叫做 就是 静香去抢 不是 不是那个小弟那个静香 不是那个静香 胖虎那个静香 就是说他们在静 他们在什么 他们去 去争夺 争夺这个Lock 那为什么他不用Race 因为Race在意地方是用我们是不知 就是我们是伯仲之间 也就是说一下可能会零 一下可能一 或者一的机会很多 但是也会有零的 但是Lock Contention在意诗说的 有可能最后就是两败俱伤 对不对 两个人都想要 两个人都去 都想去 去什么 去 去追求笑花 然后就是 就是搞了什么 每天去送花 然后才发现什么 人家笑花喜欢的不是男生 对不对 但是该 该浪费的资源就浪费了 对不对 你的花搞了女孩子的 宿舍都常常花变 对不对 这个就是浪费吧 人家也没办法照顾那么多花 然后呢 所以就这样 今天我们讲的Lock Contention 他是更在意的是抢夺 就是抢夺这件事 也就是说呢 他可能最后 不是说 不是说 你看 A跟B都要去 都要去什么 都想去追求那个笑花 但是呢 有可能最后就落入个下场 就是 A跟B 什么屁都没有 花了多力气 什么屁都没有 造成大量的浪费 因为你不知道 人家喜欢的女神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笑花也不见得是女的 但又很难的 因为 魏娘很厉害嘛 现在看到女孩子很漂亮 都会先怀疑 是不是 是魏娘 好 这是我在台北的经验 太太吓人了 我有一次 哎呀 有一次这样 就是我 有一次大高铁 你知道我常常大高铁 有一次大高铁 就是遇到一个女孩子 就是那种穿的 就没有 就是穿的 反正就是她的打扮 我就很喜欢 然后就是 那种心情 震惊了一下 然后呢 她的那个头发 跟那个 就是不是那种妖艳的那种 不是那种妖艳的心态 就是典雅 然后呢 我就注意到她 然后呢 下车的时候 她就走在我前面 然后运气好的 我跟她是什么 就是我下车的时候 就看到她 不是 我在搭车的时候看到她 但是我没想到 她是下车的时候在我前面 然后呢 这个 后来我去上厕所 然后呢 就没想到 那个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就是 让我心动一下下的 那个女孩子竟然 竟然去小变动 天哪 好 你可能看多了 那我第一次在看到这个 就是吓呆我了 那天害我那个头好昏了 那真实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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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艺还是好好休息就好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想别人 然后就等我下车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 跟大家讲那个Lock Free 然后注意到Linx Kernel 有一堆Lock Free Linx Kernel很可怕 你Google搜寻Linx Kernel 你看Linx Kernel 我看有多少笔搜寻结果 太多笔 我们看了 但是你看 这么多笔 然后再加上Lock Lock Free 然后呢 还是很多 有没有看到 我们认真数一次 你看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150M 这个是150M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我们再加个Lock Free 还是很夸张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11M 还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为什么它 那么多搜寻结果呢 对不起 因为它重要 就是基本上呢 如果你对这个Lock Free 对这东西没有概念 那Linx Kernel 原则上你是看不懂的 因为你就会停留在 刚才的程式码 对吧 什么程式码 就是 就像这样的 对吧 再简单一点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想懂 Lock Free 在做什么事 想懂刚才讲的一些议题 你看到这程式码 就只能足行解读 那是没有屁用的 足行解读就是什么 就是举足啊 所以注意到 为什么要花路多力气 更讲Concurrency 为什么有个专门的讲座 在讲Concurrency 为什么要为了正式去写一本书 算还没写完 应该要写很久 就为什么要特别去搞一个这样的书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 然后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 就是 你一定会有像那个 红黑树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 然后你会有一个 DST 或者是说其他的 其他的像搜集的演算法 但是你今天在 并行的环境下 要怎么确实是正确的 所以你就要做调整 像Libbuffer 这个东西呢 或是Secure Buffer 它是很无聊到 不想要特别讲的 所以你看 我刚才讲Libbuffer 我就展示 维基百科上面的动画给你看 你大概略知一二 但是你看到 真正写出来的程式 竟然长得这副德性 而且光看到Watermark 就觉得一整个的 对 一整个觉得搞屁啊 这到底是什么鬼程式 那你可以 参考这个程式 这是我们 我们这几年整理的程式 就是我们想要 因为Concurrent的材料实在 太破碎了 不是没有 太破碎了 而且大家读的时候要很小心 有很多是大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当下 在那时候写的时候 可能当下是对的 但是在某些状况 它维持错能 而且呢 而且呢 考虑到C11 就是有很多程式 它是在C11之前就写的 那但是我们 我们就希望 重新用C11去探讨 那像这边有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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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发现说 它里面的程式 有很多 有很多 你觉得很奇怪的 当然有些东西 你一定看得懂啊 就是判断它 是不是二的命 就这东西可以判断 如果你这东西看不懂 你可以回去洗洗睡了 但是你看 这个竟然有align 这东西align很贵啊 对不对 不要想看这东西啊 这个align 对不对 这东西有什么关联 然后再是什么 再是可爱的cash 然后你看 这东西是什么 避免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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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必要的cash cash 然后呢 底下东西呢 也是一大堆奇怪的东西 就是 为什么存取的时候 要那么奇怪 然后 所以看到 我刚才不是有个DQ DQ DQ DQ的程式码 其实比你想象中的 再奇怪很多 就是这个 寻常的记忆体操作 但是在了这个 Luckless 因为我们希望 Luck跟Luck之间 不要相互竞争 那就显然奇怪 然后你看 Compile Barrier都跑出来了 这个Compile Barrier是什么鬼 就是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一段 就是去避免编析 对机体操作 去重排 机体操作 导致行为不如一起 好 总之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下周 的重点 好 然后呢 我们本周还要讲一个东西 另外结束了 没有 对不对 卡克斯你们觉得很可怕 好 终于 终于这个导图差不多了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底下有一些那个 呃 示范 所以你可以去去看这个东西 好 所以你看到像这个东西 好 就是 套回布银席的 布银席的套比克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你搭配用O3去看 你没看到 就是 如果有 用套比克就搭配有 manface 好 否则就没有 然后注意到这个序列 这个序列有可能量 有可能会重排 就是有可能重排状况 这边有一个说明 然后 哦 再来是那个RMW RMW系列就是这个 Compare Exchange 然后如果后面加Explicit 就是可以去指定说 要用特定的那个Memory Memory Order 然后这边也有对应的那个 呃 反主义的那个结果 对应它的那个产生程式码 然后这边 注意到 就请你也去做这件事 就是 那个产生组合员 你去看看你自己的电脑上 会不会得到不同的行为 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去看的 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去看的 然后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 呃 LLS SC 然后 然后 那这个 这个是Note 应该说这个Note 就是 还没写完 所以我们再加个Note 就找一个正能导读 那最后应该还是依据这本书的内容来讲 然后在 呃 前 就是我们这 第七周的前半段 基本上讲解内容前半段 我们要求你去读到一到七嘛 然后你现在开始的话 就是第八页开始 第八页开始 第八页开始 包含说像LLSC 还有它的考虑议题 还有Memory Order 那这个部分你应该可以 呃 一路可以看到底下 那最后 这边的话就是其实一些语意 还有对应的那个 对应的那个组合员 然后还有时候像那个Fort Shilling Cash影响 那你读这边的话 就会读得相对快多 然后那我们预期呢 在这本书 我们会把这个 像刚才讲的那个 Lin Buffer Lockery的那个Lin Buffer 还有我们一系列那些 那些什么 Consumer Producer 或是这种Bounding Buffer 的问题 把它列进来 那应该会扩充蛮多的 那如果说呢 那你对这个 这本书的编辑 这本书的编辑 对这本书的编辑 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发信息跟我讲 跟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呢 我一期呢 这本书呢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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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高的能见度 注意点好 因为Concure的东西 实在是太破碎了 所以这东西如果做出来 应该有很高的能见度 好了 讲个 两个东西 像那个东西叫LKMPG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Linus Kernel Module Programming Guide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 我现在是这本书的这个 就是维护人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Linus Kernel的书 其实 比你想象中少很多 而且更麻烦的就是 Linus Kernel就算有书 有很多都是过时的 那我们这本书呢 我们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 就是 免费 公开的让你存取 然后呢 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个东西的能见度 其实真的蛮高的 就是 不是我老王卖卦 因为 因为类色书没几本啊 你知道问题的吧 就类色书没几本 然后Free Download的 大概就剩下这个 就是真正在讲这个 Culto Macho Programming 然后你看喔 这里面呢 那如果你成为这一本书的贡献者的话 那这很好用啊 对吧 就是你看喔 就是你看这本书在那个三月最后 三月二十六号做修改 那你看喔这个 Off the truth 就是你就可以在你的简历 欸 我想呢 对 就是你 如果你是这本书的贡献者 你就可以在你的简历上去 喔我贡献了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呢 又是什么 又是Linus Kernel世界里面的 多少少数有在维护的书籍 然后呢 在Linus Kernel source code里面呢 也有LK KMPG DAC 欸 抱歉 DAC是另外一个东西 Documentation 欸 DAC 啊 目录不同 欸 抱歉 抱歉 寄到另外一个东西去啊 Linus Kernel的Documentation是大型的 Documentation 然后呢 你在里面找这个LKMPG LKMPG 哎呀 你看 喔呦 又看到了 多爽啊 对不对 就是科农里面 所以你要想 这是官方文件 被官方认可的文件 LKMPG 对不对 你看 就是 哎呀 不好意思啊 这别人讲的不是我写的 这别人讲说 very nice 因为其实 应该 重点不是very nice 而重点是说 公开释出的书 关于Linus Kernel公开释出的书 对不起就没几本 那你看到这一本呢 你会觉得写不好 对我承认他写不好 但是呢 对不起 全世界没几本 你知道问题了吧 不是 你知道机会了吧 Linus Kernel有一堆人关注 有一堆人都听过Linus Kernel的这个名字 对不对 就是 就算我女儿都听过Linus Kernel 就是 我女儿常常听过在讲Linus Kernel 所以 她很小时候就听过Linus Kernel 这个 这个词汇了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神奇的地方是 几乎没有几本像样的书 然后你看 他 所以你贡献这一本 就是世界上少数几本在 讲这个书 对不对 听起来就很厉害 对不对 就one of the best 哇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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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f the best book for the Linus Kernel 对不对 哇 这个是多好啊 对不对 但是你就知道时间 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策略了 不是要偷吃不了 但是就是 因为 你 能够 学习Linus Kernel时间不多 但是 对不对 很难说很长时间 像我一样说 从一九九七年 学到Kernel 不太可能是这样 但是你看 短期间上有一个成就感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东西也是很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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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Linus Kernel LKNPG LKN 然后 然后你看 你去发一个LKNPG的描述 对不对 又可以赚一个Commit 爽 对不对 跑去哪里 好慢 不管 反正 这个log实在太多了 所以要等很久 但是应该有 我相信 这本 Concurrency Primer 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书 就是说 他可能写的不怎么样 但是就是 因为在 Otomic的世界 对不起 没几本可以看 酷吧 这个 这个是很深浅的事情 就是 有几本 讲Concurrency的书 但是他没有讲C11的 那也有书呢 提到C11 但是呢 那些书 有很多书提到C11的 基本上没有看的必要 就写的很废 废到我必须要来 维护一本书 然后 所以你看到就是 所以你看到 如果说你贡献这本书 对不对 你又可以在领域表上面写 就是 什么 就我所知 这个是 探讨C11 成设计 最前瞻的书 对不对 这不是叫自炊字的 对不起 没有太多 不是没有太多 没有 竞争对手 帅吧 你看搞屁啊 但是这件事就发生了 好 欢迎来到App世界 所以你觉得有时候 在Open Source的世界 就是这么美妙 看起来一堆人在关注 但没几个人在也是 对吧 你看 Gitlog里面也可以看到LKMPG 这个一样 好 那 所以呢 强烈欢迎 就是欢迎大家 来一起来写书 你不用很强才能够写书 那就是 你懂吧 就是 这是一个过程 然后最大的就是说呢 这个 你可能需要一些必要的背景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的确是 难 不难我就不教了 它就难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教 然后 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你对Concurency没有概念的话 请你去看CSAPP 那有它的投影片 跟录影 那这个是CSAPP 那个 那个 授课的教师 它的这个录影 那你可以 请你务必要搭配 搭配去看 哪个奠定你对 对Concurency 对对 到Synchronization 的基础 是要有的 那注意到这边讲的Synchronization 就是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像Savon Mintes 但是我们下周 要来聚焦讲的东西是 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而且 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是Linx Kernel 这几年非常重视的议题 好 我终于可以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 大家再秤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第七周实在是 太难了 太难 太难 那你说为什么不第八周再讲 因为第七周不讲的话 第八周可能会讲不完 然后就要讲到第九周 那第一周讲不完就讲到第十周 因为我希望Concurency 控制在讲 控制六周来讲 但是我担心 如果这个进度没有处理好的话 就可能要讲到最后一周 当然讲不完 我担心这件事 但我今天要控制在六周 所以讲 我讲Concurency 要花六周来讲Concurency 好 然后这边就是 我们会用这一份博士论文 那是一个箭桥大学的博士论文 然后用这个当一个指引 那注意到就是 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可爱数学 可爱数学 那这边可爱的数学 有一堆你还不懂符号 这是正常的 就是 你看不懂才要特别讲 你看懂我就不讲 然后你看到这边来讲完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看什么鬼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关于MapModel的数学证明 最后数学证明不是只能证 只能证说 这个什么 废马最后定理这种东西 不是指 不是 那的确是要数学证明 没错 但是Concurency 其实真正要确保说你的行为是正确的 其实它是要数学证明的 然后这篇博士论文 这篇博士论文不是说什么 博士论文的重点就是 它去探讨 C11 C11的那个 跟C++11的Concurency Model 而且证明它的正确 然后提出它的一些限制 好 那这边来讲完呢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简报 那你看到我们MapModel 其实就关键的是 这些多 多 处理器核 在多核的情况下 这些 处理器核上的 处理器核之上 主要 主要不能讲处理器核心 我们讲核心是讲Kernel 所以你要区分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跟Micro Possessor Core 所以我们把Kernel把它翻译成核心 然后呢 把那个处理器核 翻译成 处理器核 翻译成核 但是 你知道吗 讲起来很闹口 比如说 靠那我就写不去 写英文就好了 那你就发现 靠那你一天到晚 就要写英文 对不对 中英夹杂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你若平常讲话 遇到中英夹杂 然后呢 这是我以前的经验 我以前讲话也是中英夹杂 我以为这样很专业 那没想到有一次呢 我去某一家知名的企业去面试 那面试我的是一个香港人 那他老婆是一个老中 然后 他的普通话其实还可以 然后 但是 就是 但是他讲起来就是会比较卡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他跟我说可以讲中文 所以我用讲中文 然后呢 这个 但我讲中文就是中英夹杂一大堆 然后他实在是太受不了 然后 因为他完全讲中文 他是可以听得懂 但是中英夹杂 反而他自己听不懂 就香港人讲话不是中英夹杂 但是 风格不同 那总之呢 就是他实在是受不了 他就跟我说 阿鬼 他就说 拜托你还是给我什么 还是给我讲 你讲英文吧 那搞屁啊 他跟我说他可以讲 他说 我可以讲中文 然后呢 结果没想到他 没想到他听不懂我的中文 因为中英夹杂太多了 所以最良好 就是就是 为什么要说他写作也是这样 就是 该讲中文的时候把他讲好 该讲英文的时候把他写好 那不要说中英夹杂 因为中英夹杂 有时候你遇到问题是什么 你就讲出一些言不及的话 然后回来这个开始 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在意的这个memory model 其实关键的地方是怎么 这些执行的单元 不管是执行序还是行程 他怎么看到 怎么看到这个很关键 因为我们看不能是直接看过去 他不是一眼看穿的 我有cash 我有stop buffer 我有invited queue 对吧 所以实际上要看过去呢 他不是一个透明东西 他反而更像一个 好你知道吧 就是你可以把他想像他就像个万花筒 就是他也许转到某个情况的时候 你看到前面东西 但是再转一下 你就看到一个歪七扭八的东西 所以这个model很难的地方 然后呢在这个之前还有一篇路 然后这个人名可以把它抄下来 这个人名是大神 就是 我帮你打 就是这个是大神的大神 就是大神中的大神 然后这个人超强的 就是说 我们之后在讲那个虚拟记忆体的时候 我们在讲机体管理的时候呢 又会再看一次这个人名 然后呢反正就是电脑科学有些大神 就是这种 什么鬼都有 像那个Dekstra一样 什么鬼都跟他有关 对吧 讲那个meme order 不是 讲那个synchronization 跟他有关 那讲那个最短路径 又是Dekstra 然后呢讲一些什么分析 又有他 然后呢 刚才提到C11跟C++11 其实都有提到这个 提到什么 concurrency model 然后他们都有这个 都有一些针对concurrency model的一些机制 像是一些meme order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中间的一些 一些building function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写程式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在运用已经包装过的机制 注意到这句话 就说呢 C11 C11有automics 那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实作spinlock 然后呢 这个spinlock又可以拿来实作mutex 所以你看到一个层次 automic是最小的层次 最最小 最关键的层次 然后在那上面呢 你可以 你可以创造出个spinlock 然后你又可以用spinlock 实作出mutex 那么下周会来讲这个mutex 就像你以前在课堂上 接触到mutex 你只会看到mutex 跟unlock 但是实际上mutex呢 尤其在Linux课堂里面 mutex可以好几套 不信的话我们来看 Linux课堂里面 要多狂就有多狂 好 像那个Linux课堂里面呢 有一个目录呢 就叫locking 这个目录叫locking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想到什么semophone mutex 然后mutex还有变形 这个变形 叫rtmutex 你先不用管它在说什么事 然后你看 这东西呢 光是这些lock 可爱lock呢 就占了一万多行 而且最惨的地方是什么 这东西还在往前走 今天不学 明天会怎样 明天会更难 所以拜托不要跟我说 老师我这学生实在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 对不对 那你明年会哭出来 你今年就已经快哭了 那明年就一定哭出来 因为明年会更难 反正就是持续学习 然后你看到这边的mutex有没有 有rtmutex 这个其实也是spinock 但是特化了 然后呢 更反的地方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看rtmutex 你想知道对不对 不管 看起来名字很奇怪 你看rtmutex有多少 1000多 然后1000多里面 其实都还是西元 而且你看 其实它有起注解的 这个程式码的注解量不少的 你看rtmutex 好 这个rtmutex你看 你看 注解有700行 程式码700多行 注解比程式码还多 你要知道 这在kernel里面是很少见的 kernel大部分程式码都不是长这个 正不得进的 比方说那个 Linxkernel里面的 schedule 比方说那个 Fair Fair的话呢 Fair的话呢就是什么 程式码6000行 然后注解3000行 这还算还算不错的 来看更惨的 rt rt的话就是 程式码1900 注解500行 但是你看 再回来看 你看这多佛心啊 这个佛心佛在什么 注解比程式码还多 然后呢 放心 放进什么 你要看这种事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在洗什么鸟 然后不要说你看 你说这个tryluck 然后你看 tryluck 我乍看 就是说 你可能知道mutexluck是什么 mutexluck是谁去持有 谁才能够提开来 然后你说 我这个我知道 那请问 那底下这个spinluck 到底在做什么 他说 spinluck就是可以拿来实作 mutex 刚才提过的东西 但是呢 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正负德性 为什么后面要加什么flag 你说 spinluck不就是 不就是luck跟i-luck 为什么后面还有一堆这种参数 对吧 这就是 Dominion 所以说为什么呢 我们要从Otami开始讲 因为呢 Otami讲完之后 才有办法讲spinluck 讲成spinluck之后 才讲mutex 讲完mutex之后 才能够怎样做呢 才能够去看一般的程式码 就是一般的程式码 有用到mutex的 很麻烦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历史的典故呢 就是跟你讲说呢 就跟你讲说呢 在不同时期 其实呢 人们遇到问题不同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 诶 打数字 Dekker Dekker 你有两个K Dekker 然后这是1960代的Dekker 那1980代的Patterson 然后后来还有Lambert Lambert 这个我们之后也有遇到 Latec Latec 就是你可能知道这个Latec 像我们的书本 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书本 就是用Latec来编辑的 那这个就是Latec 那个LA 就是Lambert 那这一位呢 目前是在Microsoft Research 然后 反正作业系统领域都会看得到他 然后呢 最后一件事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很经典的 1960代1970代 有点经典 然后会有Patterson Dekker 这种经典的东西 但是呢 真正困难就像什么了 很多困难的东西都是在2000年以后 欢迎来到爱的世界 就是如果呢 你运气很好 在上个世纪末呢 就在上个世纪 90代80代就在工作 那你很 你就可以赚着盆满钵满 作为一个科技新贵退休了 因为那时候东西单纯 在80代90代的东西单纯 而且那个需求很夸张 对不对 需求就充得很快 而且那时候 你懂吗 那个时候那个品质要求很低 但是呢 然后来到21世纪 各位现在所处的时代呢 对不起 品质要求变得超级高 然后整件事变得非常困难 整个世界呢 就是在多核 那整个多核世界呢 你看到这个 这句话超重要 把它记下来 就是这样嘛 就是呢 很多 很多你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些演算法 对不起 在多核的世界上 不能真正的运作 那这就是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六周的时间 包括本周在内 我们要花六周的时间 跟大家讲看看事情 因为你想到的东西都要换 我们之前讲过的红黑树 后面还会讲 但是你看到后面的红黑树的时候 你会吐血 因为红黑树光是处理Lock 就红黑树 不处 就是一般的红黑树 你去实作呢 大概300行 300行到500行跑不掉 然后呢 刚刚那边是什么呢 就是要考虑到Lock 要考虑并行的红黑树 它就会破千 破千 破千不是一千 零一行叫破千 就是那什么一千七 一千什么 然后跟法律方什么 它还有很多限制 然后甚至呢 要很多不同的变形 甚至在用一些不同的实作 在我们之前 在讲Linus Kernel的红黑树的时候 有讲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Maple Tree Linus Kernel的Maple Tree 它的存在呢 就是因为红黑树 它对Linus Kernel是不友善的 所以在那个 2019年开始 这个Oracle Oracle公司呢 就实作的叫Maple Tree 那这个东西已经导入到 Linus Kernel里面了 然后呢 你要知道一个很讨厌的问题 你看这个东西 唉 这个东西讨厌的地方在于说 你又不能当作没看到 你知道问题吧 就是因为它是Kernel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你不能当作没看到 但是呢 为了解它呢 你要投入的就是好几周的时间 你知道 然后呢 呃 这个Maple Tree 注意到 你Google搜寻厂的时候很小心 要加Linus Kernel 不然找到一个怪用的东西 就是在Maple Tree来讲话呢 它会去区分的 读写端 读取端跟写录端 然后呢 写录端是需要Luck的 但是读取端是不需要Luck的 所以这件事很奇怪哦 这边就属于刚才讲的 non-blocking sequellization 就是如果读取端跟写录端都需要Luck 它就属于blocking sequellization 就是说它会有mutual description 但是呢 在Maple Tree来讲话呢 它适用场景就是说什么 它是写录端要Luck 但读取端不需要 也就是说呢 它是读多写少 在很多情境是读多写讨 像档案系统 很多时候是读多写少 不是 档案系统的那个 Metadata的存取 就是档案系统要存取它的Metadata 多半时候我们不会一直去变更Metadata 但是会大量需要去查询Metadata 知道这个档案什么时候变更啊 知道这个档案目前是不是被其他人开启了 然后呢 记忆体操作也有类似的 就是像记忆体的这个 我们之前上课有讲过VNA Virtual Memory Address 那些VNA的存取也是这样 它其实多半的时候它会读取 所以呢 Maple Tree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件事 那反过来说如果是红黑素 红黑素的话就是不管读取跟写录 其实都需要Luck 那所以这个Luck的代价就很大 然后呢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Maple Tree它的问题 它的解决问题 其实跟红黑素要解决问题是很像的 甚至更早之前 在Maple Tree引入之前的20 就是Maple Tree是2019年提出来 那整合到NITAS 各种 我记得是在2021年 2020年整合进来 然后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在2021年以前 其实记忆体管理还是用红黑素 但是从2021年以后呢 就是翻天覆地用这个Maple Tree 而且持续在变更 那你说呢 我要跟你介绍什么 我当然要跟你介绍红黑素 但是Maple Tree 还是要跟你介绍 但是介绍Maple Tree的时候 就要介绍Luck Free Algorithm 介绍Luck Free Algorithm的时候 就要介绍前面讲 Atomic 介绍Atomic 就要刚才讲的硬体 对吧 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缓缓相扣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从头到尾 只要了解API就可以了 可以啊 但是你会写不出程式 因为它的API的说明 就会提到刚才讲的一大堆这种东西 所以你看光是Maple Tree的说明 你都不知道在写什么鸟 对不对 阿鬼你还是给我讲英文吧 但是它的确是讲英文 但是不知道讲什么鬼 对吧 然后更反的地方是什么 你以为它是一个资料结构 对不对 就它一直在讲Luck 对吧 你看这个Maple Tree的文件 对不对 你以为它在画图 它没有图 你以为它在讲说 这个API怎么用 对不起 就是Luck 就是一对Luck 然后它里面还设计到Luck 要怎么用 所以注意到 这东西在Ninx课统是常态 就是我今天设计一个资料结构的时候 要考虑到它能不能是并行的 那我考虑到并行 那我就要有一个必要的一个处置方式 要怎么去用 那我要怎么去特 甚至考虑到一些特化 像刚才讲的RWLuck 就是RWLuck 那针对这个 读取跟写入的那个次数跟频繁度 不同的 不对等状况 要有一个特化的 好 然后呢 这就是现在问题 好 这也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讲 因为这件事真的很难 那这边这张图 你看看过了 就是说现在来讲 CPU单核的时脈 已经很难提升了 CPU时脈 其实从2005年以后呢 就卡死在这个 就限制在这边了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要去降低 主要运作的时脈 所以你看很早之前 在2004年的时候 CPU时脈 已经可以拉到4GHz 但是正在用的时候 你可能用相对低的时脈 因为什么 因为其实时脈的拉高 已经没办法再提升整体的性能 所以要思考的东西就是 从处理器的像 Auto Order Execution 然后在这个 Super Scaler 还有说 还有一些 某些提升ILP的策略 Instruction Level Privacy 然后 注意到 这边都是资安通报 就是 资讯安全漏洞的通报 CWE 你可以看到说 有70%的资安漏洞 都跟集体有关 集体的STEPT有关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 RUST 我们讲Concredit 讲一阵子之后 我们就会来切到RUST 换言之 其实这也是Ninx可能 为什么要使用RUST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好 然后 然后你真的知道你在做什么事 这很难 好 我们刚才有花很多时间讲Reorder 可以对照看这份材料 这边就慢慢画重点 底下有一些动词做说明 然后 然后 Auntl是ReleaseModel 然后 S864 TSO 好 然后 我刚才有讲到Fence 一刷取 好 这个就是 巴仁说RideBuffer 对应的 好 其实跟前面讲的内容是相似的 好 那 这边的内容 我会把它整合到 我的ConcurrencyPrivate里面 不过就在 图还在重画 一样 如果你 愿意来帮忙编辑的话 请告诉我 你说编辑有什么好处 就是 我会教你们 我一定要把你教我会 你才会把我编辑 对 然后 对 所以 就是说 谁可以进入Quickle Section 对吧 这是Deckers Algorithm 还是 以及后续的Patterson Algorithm 在做的事情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就是说 如果它是sequentially consistent 就是这段程式 它的这个 X跟 X跟Y的值 就是 它这样执行的话 在Patterson Algorithm的话 它会有 它会有这几种组合 就是 它会X跟Y 会什么 会有11 执行到这边的话 会有11 11就是这个 然后呢 也会什么 会有01 01就表示什么 表示说 我已经执行到这边 然后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 我执行到这边 但另外一边还没有执行 所以就像我们讲的交错 所以交错呢 会有不同的中心状态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真正的东西呢 不是那么单纯的 真正的东西呢 像S86跟On 竟然跑出00 00是什么鬼 00就是 明明就已经进入了 进入Quinnical Section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00呢 你可以来想看 这个东西跟指令重牌有关 这个 这里可以把它记下 把它记下 跟指令重牌有关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呢 对不对 这些神奇对不对 好 然后呢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要加这个必要的Fence Fence一刷律才够 好 但是呢 还不完整 像你要考虑到这种议题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跟之前讲那个 帕米克的那个范例 还记得吗 就讲那个Order 就是讲说 Fence一刷律 它对应的那个 Thread Thread Fence 对应的那个 Memile Order 要明确去指定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你看 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什么 就是Catch Corpence 那要知道说它是哪个Order 然后呢 刚才有讲到这个 List Condition Fence一刷律 我最近在整理这个东西啊 就是 就很乱 那这个刚才那个 列出来那个六根 那就是C-ELEVEN的规格了 然后 然后我们下周呢 会来补充一些这个部分 就是补充那个 On V8 还有On V8 On V8 就是On V8.1 的那个 那个什么 一些那个 一些比较新的指令 那这些新的指令呢 其实你可以反映到就是 软体 其实对 指令影响很大 就是你看像我们刚才讲那个 之前讲Apple Silicon Apple Silicon呢 Apple那时候已经预见说 那个在电脑上执行那个 人工智慧 执行那些深度学习 或者执行那种 这个GPT的模型 是四代必行的 所以那时候Apple M1 就在自己的 的晶片上面加入 AMX的那个指令集 对吧 刚才讲的Apple Apple M1 然后这个 我们今天讲很多 那个Apple的东西 不是苹果皮 不要误会 那就是因为 Apple干了很多神奇的事情 就陆续在揭秘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专门去加速那些 深度学习 人工智慧的东西 它是一个 它是 它是一 secret 但是就是 也因为这个secret呢 可以反映到这个需求 然后呢这个 这个 按V8 还有它后续的那个电话呢 其实可以了解到呢 这些需求 它背后一定 它的动力 因为CPU CPU的公司 要去做这些事 它就是很大的成本 但是现在来讲的是 箭在弦上 一定要做的事情 好 好 然后 这个地方其他在跟它说明 好 那这个 这几篇文章呢 其实你啊 就是后面 后面有几篇 有个打篇文章 那你可以搭配说明 搭配看 那我们在下周的时候 就会用 用若干的案例 帮刚刚讲那个 圣诞者消费者的关系 然后去 去解说这些 这些情境 那所以你看 就是就像刚刚提到 其实你过去 学很多演算法 在变形的 在多何的场景 其实多半的时候 是不能直接用的 然后呢 因为你不能 要lack 你想如果你凡是 什么操作都用lack 那你退回去用单核就好了 我们今天要的是 又要快 对不对 又要catch 又要发挥多核的效率 又要成结果正确 这件事是 很多东西是冲突的 但是这也是呢 林斯克隆一直在着重的地方 还记得刚刚搜寻 Google搜寻吧 你搜寻 Google搜寻 林斯克隆会找到 意大利的结果 你在上面加一些 lack list 一样也是 数百万笔资料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难 也因为难 我们才值得学 尤其是各位在大学 大阶段 相对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去 去学习 但以后工作的时候 就破碎 这个东西 不是只是拉开 跟别人的差距 这让你有机会去争取到 就是 你平常写程式 比方是参加什么 APCS 或是参加一些 Google code券 你是跟别人 拉开一点差距 但是别人也会进步 所以就是 这种 就是这种拉锯 但是这种 concurrency 这种问题 包含说底层这些机制 是零跟一的差别 因为你真的把他想懂的话 你就有机会 研究到科朗的深入地方 有办法去深究到特定的领域 如果你没有要理解的话 你就是 对不对 连皮毛都碰不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 很多时候谦虚 会讲说 我就是碰个皮毛 对不起 在这个领域 在Otomic 在concurrency的领域 碰到皮毛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很崇高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 跟讲这些议题 它很难 但是就值得我们来学 好 就是 我们就 这个讲解就到这里 然后另外就请你记得 我们4月4日 跟4月6号都有安排测验 4月4日在下午 我们之后会发 助教会发信通知你 就是测验怎么参加 然后 然后我们4月 4月3号 就是第八周 赞文可以讲 赞文讲课 然后 那个4月6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 测验完之后呢 我们来回顾 回顾同学 我们同学提交的作业 好 我们就先到这里